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收看風雲高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吐傑的Patreon和鮑偉聰 也非常感謝各位 歡迎各位陸續加入 因為在風雲高 有些意猶未進的問題 比如說法國 巴黎奧運開幕禮 裡面種種的歷史文化 左膠的謬言 我就會在風雲高 跟各位深入講 當然還有我們特別會員渠道 風雲會 好了 巴黎國際奧運會 終於開幕禮大炒車 那些左膠是玩過路 公然羞辱這個基督教 以及耶穌最後的晚餐 這些左膠平時聲大甲惡 別人說了他們什麼 他們就說受冒犯 現在他們可以隨意冒犯 終於讓他們天收他們 我們在風雲快信裡 就已經有深入研討 帶著幸災樂禍的心情 抵著巴黎奧運 給左膠騎劫 然後大炒車 厲害 今天雙喜臨門 除了給左膠奧運 開幕禮大炒車 還有香港 這個劍擊 這次是女子 江文衛小姐 奪得金牌 為她自己 不要說為香港 是自己 然後是為自己的家庭 還有為她的武校 這個國際英基和史丹福大學 贏得金牌 這個金牌是你自己的 其次才是香港 不是為香港特區政府贏的 這個我們一會兒會深入討論這一場 不輸過巴黎奧運會那場醜劇 香港另一場政治表演 首先江文衛小姐非常出色 憑著她的努力 讀書又厲害 在香港讀國際學校 然後在香港中文大學 讀法律博士 然後去美國的史丹福大學深掃 然後在法國巴黎奧運 拿金牌 這個背景的組合 是相當之優秀的 第一是英基的學校 然後也是英國殖民地 和美國教會有份協辦的中文大學 然後是美國的史丹福大學 首先她的成長 是得力於西方文明的優秀教育 當然是她自己的父母 整個人格和體育精神 自小在這個環境裡 用文明的春風化語打造出來 尤其是她說 她贏了之後 她說話非常謙卑 她說 我不想輸 我很害怕輸 她明明拿了金牌 她還說我終於沒有輸到 這種叫做 或者英文叫做 Humility 令人非常尊敬 還有她還有一句 她說 我總是覺得 如果我這次劍擊輸了 就全部是我的錯 這句說話 尤其令人感動 她知道如果輸了是我的錯 比起一些無恥的國家和政府 自己不斷輸 就總是賴別人的錯 這個叫做 帝國主義亡他之心不死 外國勢力想他怎樣玩完 或者你自己經濟自理無方 她不是說是外圍因素 這位江文慧 她姓江 不是姓賴 這種美德 我覺得 我總是覺得輸了 全部是我的錯 這句說話 在今天的中國人社會 應該值得全香港的中學 將它下載出來做金句 當是一個對下一代的道德 和基本人格的教育 是嗎? 沒錯 我也很欣賞江文慧她的回應 以及承擔過無論輸贏的責任 因為正如你所說 近年某些國家或者某些官員 永遠將一些問題轉移成為外部問題 或者叫做大圍的環境 或者叫做國際的氣候 甚至其他國家或者地方 對香港對香港的一些敵意 全部不關自己的事 也沒有自己份 全部都是客觀環境的 但是碰了之後 好像江文慧拿了金牌之後 就是香港之光 也是特區政府的努力 還有眾志成城 下山三百字 即是說 其實不重要的 其實贏輸在運動裡便常見 但是最重要是有一種叫做骨氣 或者叫做體育精神 就是不要贏了便全部都是我的功勞 輸了便是外圍的勢力 而特別是江文慧今次在法國主場 面對法國的劍手 這一點完全是他自己個人之力 我覺得是 當然加上教練的指點 成就了今次的奇蹟 這個故事我相信在很多媒體已經耳熟能長 這個金牌已經耳熟了百年 傷患之後低潮重新再站起來 這些不說了 這些不說了 最重要是看看這個金牌 所反映到的眾生上途生 對不對 是的 所以現在江小姐請他 要了解 這個金牌是你的金牌 即是要借用左翼的叫做me me me It is my body My choice It is my right 這個金牌你要說 This is my medal This is my prize This is my honor 一定要把me me 放在最上和最主要 跟別人無關 因為西方國家首先 就是尊重這個叫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個人主義不是個人利己和自私 而是個人的權力 和個人的毅力 和個人獨立特行的性格 在一個文明的世界是受到尊重 而不是在一個槍打出頭鳥的平庸社會 哪個聰明 哪個有靈國 周圍的人就冷嘲熱奉 然後是妒忌拖後腿 到你自己標出來了 就是一群無恥的人 把臉子伸起來 是貼金兼攝石 所以希望江小姐 他這次 不要給一些低端的政治風氣 去沾污和騎傑 好了 說回香港其他人的反應 首先 有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主管民康體育局長 楊潤雄 這次竟然 是飛過巴黎 是說去巴黎做什麼 是為了江小姐和香港所有的運動員 打氣 你知道嗎 我沒有聽過 是要官員親自飛去巴黎打氣 你怎麼打氣 人家在場地競技 你楊局長一個人 在觀眾席上舉起 那支旗子或者什麼東西在喊 或者足球打氣 譬如說 英格蘭可以有兩萬英國的球迷 親自買飛過去德國 在場地坐滿半個場 然後大聲喊喊喊口號 地動山搖 這樣叫做打氣 你這個打氣 是不是流於形式主義 我首先要跟隨錢 先說錢 不要說什麼愛國愛港 一個局長薪金超過三十萬 我當你日生是一筆東西 那如果我去了巴黎奧運 我說很嚴重的 三個星期 我不知道你打氣打多久 是不是在那裡打油頭打到落尾 從日一打到閉幕 這樣就是三七二十一天 比死人打頭七尾七更長 還有那些開銷呢 吃飯那些單 我逐一條拆 我當你去五天 好不好 五天的人工就五皮了 第二 就是你要坐飛機去 局長 我選一次資坑識劍 不用坐頭等 是由國泰航空公司 光顧商務艙 商務艙現在這個旺季 但是如果飛到倫敦 順便探望子女 或者親戚朋友 坐在倫敦轉到巴黎 如果這樣的話 這條機票 我想是要十萬元左右 但是如果是直行 我不去倫敦探子 或者探什麼 直接飛到巴黎 那些資坑識劍 據我上網查一查 都七八萬元 我當你商務艙 OK 不是頭等 好了 那又五天了 那你身為局長 難道住在紅磨坊 那些爬手雞街 那些這樣的劏房 假假地 都是香捨麗姐半島酒店 是吧 光顧香港的酒店企業 或者是香格里拉 現在這個價錢 你多早訂購 如果這個半島 我很保守的估計 加上 打電話問 加上你兒子 還給了折扣 八千元一萬 差不多 你真是知道行程 五萬呢 五百就是中四皮 港幣 加上剛才的八萬 就是十二萬 是吧 再加上那三萬元 那五萬元人工 十二更是十七萬 還沒有計算 三餐飲食 酒店 我當你包上早餐 不用給了 下午 夜晚 現在有一位江小姐 贏了 拉大隊 慶功宴 分分鐘 是吧 巴黎有沒有香港的經貿辦 有沒有發過 好像有 當然 叫上倫敦 日內瓦 一起來慶祝 那些人 如果來 我覺得應該 打氣 慶祝 人強馬壯 要給外國看看香港 那個地位 那筆不計 只是這裡 走去五天打氣 就沒有了二十匹 樓上 這是納稅人的錢 第二 為什麽一定要你去打氣 為什麽不是中國政業副主席 兼前特首梁振英 去打氣 為什麽不是同樣是 女性的林鄭月娥去打氣 現在我們都知道 凡真是體育講Feminism 現在還玩變性 是吧 性別是一個很嚴肅的政治 如果江小姐在那裡劍擊 我想應該找一位女性的領袖去打氣 所以更加適合那個人 除了林鄭 是非她莫送 男人都不對 因為這屆巴黎奧運 講了左膠的性別 就是這個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 一旦因為你楊潤雄去打氣 打到江小姐在那裡 遠遠看到 哇 楊局長來了 如有神助 接著就好像 周星馳少林功夫 那樣發揮神效 這個我覺得不對 這個變成了男性強權的一種氣壓 對吧 所以沒有做到功課 為什麼是她 為什麼不是霍啟剛 為什麼不是貝君琦先生 為什麼不是工聯會主席 吳秋北 他也比較帥 陶先生 我有些另一個角度 我覺得打氣是絕對需要的 一個運動員 尤其在二鄉 人家主場法國隊 這麼強勁的氣勢之下 但是問題是 比如說你剛才算一算的二十多三十個 就是二十多三十萬 問題是怎樣花 我相信江文慧和局長不太熟 應該沒有什麼交集支持 也不是朋友 但是其實這筆錢大可以這樣花 我建議下一屆或者將來 將這筆錢 局長不用去 將來是否楊潤雄都不重要 你拿三十萬出來 問江文慧 例如說其他有機會奪金的運動員 你有沒有十個八個朋友 親戚 或者你生命中重要的人 包括前男友 前女友 都不要緊 你列十個出來 我們贊助他過去幫你打氣 至少有十個人 這十個人對於運動員來說是重要的 包括父母 老師 如果有信仰 就是牧師 和尚大師 再加上前男友 前女友之類 這樣混合這十個 我覺得打氣的力量 遠遠高於一個 完全不相不識 你是哪位的楊局長 那些錢應該要花得有意義 不要緊 納稅人願意付的 如果這位運動員 他真的有十個 他認為生命中重要 對於他的表現 是有作用的 但是可以這樣花 因為可以讓江小姐 或者香港隊員 自己開張打氣清單 沒錯 自己相熟 或者以前 撇了我那個男友 而他當我是沒有了道 現在我請他回來 放在觀眾席那裡 我威給他看 沒錯 這個激勵很有力 香港有很多 男子隊 有很多田徑 什麼事情 你不是五年前 給那條女撇的嗎 那條女讀了呂拔稅 你進不了 你進了班二 接著呂拔稅那個 就進了英國劍橋 現在在那裡 是摩克斯丹利做事 你一直都有自卑感 給那條女撇 誰知道你靠一項競技 就是劍擊 又稱張家朗第二 入了奧運隊 這次你是一世的高光時刻 現在我要撇了我那條女 坐在那裡看著我威 證明你錯 我看著他在那裡 所以我看到他在那裡 最好他帶著自己的那個 新仔來 仇人見面 我在那個 運動場 我更加發揮潛質 喂 楊潤雄是阿水 你是不是他契爺 是不是契爺 不是 你是不是跟他很熟 他有沒有叫你來打氣 還是你不請自來 不是亂打的 打氣 分分鐘有反效果 你不來我還可以發揮 我看到你 我的心一驚 你信不信 如果你說羅冠聰 從英國飛過去跟他打氣 讓他坐在頭牌 在那裡叫加油 加油 他一定拿不到金牌 因為江小姐是貼身支持 這個國安法的 他是支持平暴制亂 是不是 我舉個例子 所以你剛才提到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那些官員 你不要以為有機會出去喝飲食吃 要尊重運動員本人 叫做打氣 這個首選名單 那個自己的選擇 This is my body This is my mental 那當然了 你的例子很好 and this is my choice 如果羅冠聰、周庭 加上什麼袁爸爸一起去打氣 那就糟糕 那怎麼辦 我沒得選擇 我輸了 我看到臉青 在Facebook上面 我說我現在就去幫香港隊打氣 江小姐有沒有說沒有 沒得說沒有 沒得說沒有 法國和英國一樣 被這三個通緝犯入境 他不請自來 打氣 我把劍都掉下來 那時候誰陪 打氣 所以打氣要問准當事人 當然 這些人打你又打 等於結婚 如果前度去結婚 那我去打氣 那我去打氣 是嗎 可以嗎 所以 香港特區 我告訴你 不要每次都爭著去抽水 你要嘗嘗尊重人的意願 這些民主自由全部都是假的 中國人社會最欠缺的一件事 就是尊重人 尊重人的抉擇 包括請客整台 不要折騰別人吃東西 這個好吃的 原體也吃一吃 那種雞翼 不要跟別人夾菜 你知道嗎 以前我去過 很久之前去過前行政局議員 羅德成先生家 他家裡有一個規矩 第一句 有一個圓桌 他說圓桌可以自己轉 可以自己夾菜 來到我家吃飯 不准夾菜 不准夾菜 第二 我也不會勸送 就是說 這堆鮑魚 剛剛今天澳洲運到 吃吧 吃吧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否有食物敏感 不知道你是否信佛不吃牛肉 所以 羅德成生前 戒除中國人的漏襲 令我對他刮目相看 我覺得他最應該做 香港的特首可惜 是吧 就買錯了李鵬 誰不是這個後話 是吧 有時候我們看細節 這個奧運 就是 起碼你要尊重人 尊重人 就是你給他一個 Privacy 給他 你讓江小姐贏了 這是他的獎牌 是他家庭的獎牌 首先 或者是他的母校史丹福 和英基國際的獎牌 你給他3-7-7 在3-7-21日 回來不受干擾 不要整班耳打鹵 閒雜人等 好像美斯來香港 身塊臉上去貼著 然後瘋狂抽水 這是此其一 第二 你整個香港特區 在這個時候 也不要反應亢奮過度 我知道 你很需要一堆這樣的東西 因為馬克思這個中國人 崇拜的經濟哲學大師說過一句 他說什麼叫宗教呢 宗教是帝國主義發明出來 來麻醉勞動人民的精神鴉片 這個奧運會 你不要看它是法國 它後面也是一個帝國主義文化霸權 這個就是專門用一些金牌 來麻痺那些第三世界 那些落後國家 等到他們開心一會 德國、法國、美國 那些年年數幾十個金牌 回到去你不見 美國白宮總統 請了他們入白宮 就不見了 英女王也可能會給一個很簡單的賀電 不會舉國這樣大喜若狂 我知道現在香港很需要 江小姐這個金牌 因為香港整個特區 覺得被文明世界切割和遺棄 你很需要一種精神的補償 但是我勸香港 在香港聽到封雲谷 看到我們的朋友 是有所節制的 是不是 不要政治化 知道嗎 尤其是 現在 當前不是李麗珊 1996年贏金牌的時候 那時候香港很厲害 現在是什麼 現在你的主人號召你全力拼經濟 聽到沒有 聽到這五個字沒有 是不是 好了 而香港有多少個金牌 根據前特首兼中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說 體育對經濟是沒有貢獻的 現在是叫你全力拼經濟 就不是叫你全力拼金牌 除非 除非 我們說話很公道 你這次將計就計 為了證明梁振英錯 你說體育對經濟沒有貢獻 你這次將計劃 想出一些新的計劃 將江文慧和金牌 索性捆綁打包 將它變成一個北京流的一個 北京烤鴨 北京烤鴨是什麼 就是叫鴨盡其食 物盡其用 將它在整個香港 複射和吸引經濟效益 將它最大化 吃北京烤鴨 除了片皮 包含了北京烤的麵粉皮之外 肉也可以做肉絲炒一碟 另外骨也可以煲湯 一隻北京烤鴨可以三食 為了掌揚梁振英嘴 證明這個體育對經濟有貢獻 倒不如回來全香港 飲食業 譬如說 首先 大家落大快活 就派給江文慧小姐全家 全家即是親屬 免費飲食三年 不過有個條件 你每個月一定要來兩次 指定初一和十五 你來的時候 你就讓我大家落大快活 在大陸的小紅書那裡宣佈 說它幾時幾日到 我會畫一個專區給你吃 然後給大陸小粉紅遊客 來拍照打卡 這樣就對經濟有貢獻 大家落大快活 美心三間是亂名 三年 吃足三年 然後還有其他方法 例如說 高鐵 這個 文魚區 這個西九文魚區 高鐵免費 坐飛 免費票 是一年 然後西九 那些戲曲中心 展覽什麼事情 是任入 但是進入之前 你要通知 你進場看東西之前通知 就等到西九一樣在香港 旅遊協會 對大陸的小紅書公佈 說 江金牌 什麼時候到 就等那些小紅書 全部湧出來 因為那些小紅書 是年輕的 大學畢業 不過要小心 你不要以為小紅書 每個人都有利性 小紅書出現一股中國人 最近 近日 指控江文衛 在這五星期升起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口默默唱歌唱出聲 沒錯 開始有對江小姐一種 就叫做敵意 或者很可能 會指控她 隱性港獨的指控 小紅書方面 如何隔渣呢 就由特區政府指示北京經貿處 用人肉搜索或者用AI 請大陸那裡協助 不要弄了兩個戰狼 用來發神經 指著來破口大罵 大家都想不想看到 我就勸江文衛 或者其實他的教練團隊 就要低調些 剛才你說的說法 說全城一起給優惠 跟著捧到上天 或者將它商品化 我就建議不要那麼高調 因為現在網路上已經有一些聲音 就說 喂 中國國家隊也有金牌 你一顆金牌有什麼那麼大把 人家好像聽說獎金只有10萬元而已 你是600萬 那為什麼香港的運動員 要多60倍的呢 為什麼香港的運動員 對著星期禮的時候 只是這個 笑笑笑口 表情很複雜 又想笑又想哭 又不唱出聲 又不張開口 大力唱 因為最近 香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教育局也對某些中學發出警告 說他們的中學生看到五星期的時候 唱國歌不夠大聲 聲音疏 江文衛竟然不唱 請問這筆數怎麼算 是不是 所以我就建議 現在雖然全城興奮 包括聽聽的很多香港人 就為江文衛股獎 或者覺得應該 其他企業想給多些獎金 600萬不夠 因人說買不到一層樓 那麼很多企業或者地產商 現在想貨水 貨多600 都可以 但是我建議你不要收 告訴你 因為這些錢 收了很危險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 中國人 你經常教我 最重要是從壞方面去想 他們不會想 為你高興 他們會覺得眼紅 眼紅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運動員 你知道嗎 幾歲開始 地獄式訓練 國家隊 萬女挑一 捱上去 有些真是半條人命 你見到拿金牌 那個後面 不知道幾多千萬個 無聲無息 最後拿到金牌 都是只有十匹 你現在 閒閒地 拿一千幾百萬 你知不知道全中國 十四億人 未必是會替你高興的 是會替你 覺得你眼紅你 所以 雖然江文衛以前 愛國愛港 而且也就讀於國家行政學院 聽說法律碩士都在那裏拿 於是 其實已經是表現到 愛國的心情 但是小粉紅不是人 這麼笨 知不知道 不會看你這些 這些是覺得碎了 什麼國家行政學院 只有你一個照片 所有東西都是 Follow the money 陶先生 最後就是看你有多少錢 下袋 所以我建議除了這六百之外 再收是會有危險的 這個是中共 不是開玩笑 不是這樣的 他剛剛下來做了兩件事 第一 公開要感謝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占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漏了 他是全靠學習了 習近平的 叫做體育運動領導思想 是得到體會 第二 就要感謝香港特首李家超 如果不是李家超 這三年平暴制亂 打造一個 由亂入治 由自入興的環境 他沒有辦法專心學好劍擊 因為劍擊一定要 是心意和手指尖合一的 如果外面吵圈 一百萬人遊行示威 是沒有辦法 集中的 知道嗎 還有 他可以說 如果當日沒有止暴制亂 阻止那些所謂 黑暴 堵塞機場 他簡直沒有機會 飛到法國參加 這個我覺得 如果加上這個 就 不更加有力了 我覺得 可以指著那些小粉紅的嘴 沒有辦法 就算你不信 你心裡不信 不要緊 但是你要說 中國人習慣了 口和心是可以不一致的 出來謀適沒辦法 但是我為了你的安全 因為你將來還要回大陸 你一定要回 因為這些小粉紅的攻擊 可以升火燎源 你又不知道他後面 是不是有人墨許和鼓動 大陸那些很複雜的 所以你雖然這次拿了金牌 覺得自己更加是一個中國人 不過是一個起步 學做中國人 是很多地雷陣 都要小心 江小姐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 開頭就說 最好你是以自己的Privacy為重 最好就是 香港特區的中國人也好 中國官員也好 不要去搶包山搶到身水身汗 你給江小姐 別人回來 休息一個星期 避不見客 記者不要去採訪 三間電視台 據說是直播 播到打架 因為其中有一間 就把他開咪的按鈕 變成直播 搞到雞犬不力 好事就變壞事 現在香港 很難得等到這一股 非常巨大的正能量 你們就要好好利用 不要走去變成負能量 對嗎 對 你只要搶包山 有沒有好搶 別人就要給幾人休息 是不是 這個世界 過得人過得自己 至於你說 體育對經濟有沒有貢獻 我覺得梁振英都坐不上 你硬來就有貢獻 要不是全香港 每個人都去學劍擊嗎 人家拿劍很危險 因為那把劍 你揹著他回家 或者去劍擊的學校 受訓中間 這是一個攻擊性武器 現在那些年輕人 你顧著他 以學劍擊為名 是走去學別的東西 我不是開玩笑 知道嗎 不會 這樣也不會 但我覺得不會 陶先生 這次是為劍擊運動 平凡 你記不記得當初胡蘇貞 就是因為學劍擊 和玩劍擊 這個形象 以及這個運動 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一個 跟特首無緣的其中一個因素 其中一個 因為說他太過親西方 沒錯 這次 太過鬼仔 自此之後 其實很多人 就對劍擊 就卻步了 因為怕 萬一我以後 如果我考公務員 一檢查一檢查我 我也是學劍擊的 會不會聯想起 跟胡蘇貞一樣 結果我沒得做公務員 所以很多年輕人都不學 我記得 那時胡蘇貞想出來選特首 很多親中的分子 就說 他的資料太過親美 MIT畢業 他喜歡看法國電影 喝咖啡 還有他為什麼不學西洋劍擊 為什麼不學紅英昌 不學少林 十八般武米 拿著陸棍 雷章棍 雙節棍 為什麼你不學這些 五郎八卦棍 都可以 是啊 你是否中國人 曾俊華 當時有一種感應法 真的 真的 當然 你不夠中國人 所以就沒得做 你看回親中報紙 不要笑 真的 現在不是 現在江文衛 原來是一個中華女兒 帶來全民族為之的門尾爭光 哎呀 很慘 最討厭我們有記性 如果我們不記得這件事就好 是不是 我忘記胡蘇貞 原來玩劍擊就好 是不是 誰知道現在劍擊又好 現在劍擊又沒事 好有趣 沒事 中國人真的有趣 中國人應該加一個 澳門加一個項目 叫做搬龍門 以後巴黎奧 全部是中國各省事態 鬥快搬 鬥快搬 抬著龍門 這裡 那裡的幾碼 那裡的幾碼 搬得最快 那些是拿他們自己 三萬門為內 金銀銅牌 希望現在巴黎 很多 巴黎奧運 左膠當道 加了很多項目 所以屠殺 男人 男人又加入女人隊 說自己變成性 聽說打飛機快要變成一個項目 金牌銀牌 誰打得厲害 回到我們的節目開頭 最有資格去巴黎為江文衛打氣的 是曾俊華 為什麼他不能去 為什麼政府不請他去 我問問題 你想全香港知名人士 就是劍擊這個association 的icon 做了誰 就是曾俊華 為什麼曾俊華不能去 為什麼你不請他去 香港的劍擊之父 英文叫做father of Fencing 叫做FF 不是WTF 是FF of Hong Kong 如果不是曾俊華先生 當初做了財政司司長 接受傳媒一波蜂的訪問 探究他成功之道 他說他自小喜歡學劍擊 劍擊令到他意志冷靜 意志毅力超強 和處事冷靜 後來也不會有張家朗 所以中國人來說 是非常奇怪的 你知道嗎 我建議 這個中文科的老師 接下來的作文題目 就不只是江文衛奪金的意義 是論江文衛是否受曾俊華 影響下能奪金之關係 正常來說 江小姐應該和他父母親親自拜訪曾俊華 喝水思揚 就表示一個gratitude for他那個sported inspiration during江小姐的小學的時候 像這樣的靈感 不過現在很難說 知道嗎 不要亂來 曾俊華的形象 未曾完全脫離中國政治危險期 親中老了很討厭他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風雲菊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記住 多謝大家 加入我們基本訂閱 按鈴鐺 還有給個Like 拜拜 記得Like 加強我們推薦 多謝大家 下一集再會 明偶風雲回 印譚與路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明偶風雲回 印譚與路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 及嘉賓 過日意見 歡迎各位 支持日本人陶傑的Patreon 和白偉聰 也非常感謝各位的加入 希望陸續加入 踏入7月 雖然學生很開心 暑假旺季 每個人都去日本 日本現在太熱了 7月應該去歐洲 很多中產階級的選擇 郵輪的旺季 希臘地中海 愛琴海 只不過7月 香港經濟業績 那盤數字 似乎挺可怕的 首先 就是香港 地產和零售消費業的龍頭 九龍倉 九倉有兩家公司 其中 它主辦地產的 叫九倉置業 九倉置業發出盈利警告 預計今年2024年至6月底為止的上半年 可能錄得 是不少於9億的虧損 半年是9億 而對比起上來的2023年同期 九倉置業 就是錄得股東應佔盈利18億 去年那條數 同期計算是有賺的 18億 但是今年上半年發出盈景 就由賺18億 變成入獄 去虧9億 九倉名下有兩家 除了九倉置業 這個地產方面 還有它的主題 九龍倉 上市的號碼是00004 九龍倉本身 上半年 它說 會錄得最多28億虧損 九倉就28億 刑警 有可能的虧損 而九倉置業 就是不少於9億 這兩條數加起來 嘩 就非常令人驚 因為九倉這支是香港龍頭 它的海港城在尖沙咀 即是洪霸 是半個九龍半島 還在油糧碼頭 這個海港城 它那個租金 向來十幾二十年 都是浪廓 歐洲很多的時裝 和名牌的品牌 少過崩 你都不可以在這裏拿到一個舖位 不是說有錢就租得到的 人家還要看你的profile 是否漂亮的 法國 意大利 這些名牌 還要是第一線的 所以九倉這個海港城已經出名了 那些租金是站得非常之硬 是拒不妥協 而向來春風化雨 也有歐洲各大品牌 是增商租它的舖 現在九倉的置業 地產另一方面 就說 本港零售 零售的銷售 是自從去年第一季 就是結束所謂的動態清零 這個愚蠢的政策之後 就重開復甦 但是根據集團投資物業 半年度獨立重股 初步結果 今年六月底為止的六個月 總虧損可能超過同期的基礎淨盈利 嘩 如果九倉這樣刑警 這個不是好消息 因為九倉是向來賺大錢的 舉個例子 2018年 2018年 九倉置業地產投資公司的三月 公佈它的業績 喜訊 外廣城表現強勁 支持增長動力和持續派適 2018年 這個九倉置業集團 基礎 順利是增加6% 至港幣100億零530萬元 100億 順利 現在你由100億 是變成了頭半年 刑警是虧9億 一來一回 是很可怕的 2018年你都知道 幾好世界 2019、20和20這兩年 都是賺錢的 到2024年 你自己說的 由亂入治 由治入興 為什麼九龍倉 交那兩條 是刑警 赤字 的紅色警號 怎樣是由治入興 這個呢 大有大書 細有細執 其他那些 健身院 舒適寶 又是在執行 那些分行 舒適寶的健身院 是中產階級的 專業人士 因為一年的會費 不是便宜的 另外還有 謝瑞倫 珠寶店 在宜和街 銅鑼灣 Sogo 斜對面 他開了三十年的 這間商店 是有結束 謝瑞倫 是吧 另外還有 元朗的月品 天壽酒店 又倒閉了 另外山頂廣場 這間叫內雪 不用說了 就已經突然結束了 是吧 還有 銅鑼灣 黃室寶 這間GU 這間食衣店 又說是倒閉了 還有台灣 叫頂王麻辣火鍋 那當然了 你一說到台灣 現在 分分鐘 懷疑你是否 國安 台獨 諸如此類 都熬不住了 你看整個七月 大有大的刑警 虧損預測 中有中的倒閉 細有細的結業 這樣下去 不是辦法 難怪 是做一個奧運的 劍擊金牌 全城是控腸 是爭著吹谷 因為你需要這個麻醉劑 是不是 鵬先生 我就這樣看 我就覺得不幸中的大行 因為根據九倉他發刑警之後 他都說他們的業務 依然是穩健的 說得這句話 我相信他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 計算近年 尤其在動態清零之後 雖然有很多的切辣招數 和刺激樓市 但是因為加上利息居高不下之下 和新的樓盤 亦都有很多地產商 包括李嘉誠先生 就訂貨 割價 所以其實現在的地產市道 依然是外製的 即使新樓有些捧場 但是去不到一個很高的盈利 因為他們很多地產商 入貨的時候 無論是地價或建築的成本 都是很高的 如果你劈價根本是入獄的 我們看看網絡上面 在今年3月分析香港地產商的負債比率 我們看看九龍倉置業 即地產上市公司 是大約20.1% 如果以這個數字來說 相較於其他地產商 是低的 因為你看看 欺慎 就由去到27% 新地 也是21% 而一些嚴重一些 譬如新世界出名的 大家都怕它爆煲 就差不多去到50% 行隆都31.2% 還有加里33% 當然最穩健的 就是信和和祥實 祥實只有1.4% 我們從這個負債比率去分析九倉 現在它只是由好好景的時候 變成現在沒有那麼好景 因為它以往 好像你說在尖沙咀 海港城那個地段 根本就是收租都收到手軟 以往那些大的品牌 國際法國意大利的品牌 那個地鋪隨時都是欠崩頭的 有錢都租不到 那麼這種情況呢 其實已經是 這十幾年來 都享盡溫柔的了 那麼九倉現在這樣 發刑警呢 我相信當然就是因為 對零售業的前景 是不樂觀的 那麼租金一定是沒有辦法 一定要回落的 但也不可以去到以前的年年加租 那麼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它發刑警 但是我們覺得反而要這樣看 其實剛才你提到那些舒適寶 Ultbag那家的餐廳 再加上什麼 其他那些鼎王麻辣鍋 那麼我們看到 就是開始不再只是吃事倒露 那麼便變成有很多 我們叫中產消費的 譬如說那些 Health Club 那些学习班或者是一些零售 这些全部都是香港以往中产帮衬的行业 开始出现了一种跨行业式的倒闭 这种情况有些是急流勇退的 有些是未必倒闭的 但是见好就收 或者以往不想洩入狱 我也有一些生意的朋友 听闻他就是壮事断臂 因为他看到前景是未来一年里面 都看不到盈利的机会 不如就减绑了 就是裁员了 不租这么贵的店铺 这种情况就是 现在香港有种叫转型 不过现在转型的方向就不是向上 就是向下 开始就是变成这种 我们渐渐叫中产退潮之后 很多的人有钱都去了大湾区洗 或者离开香港去日本 去泰国去洗钱 这种消费型或者享乐型的经济 你出去吃一千多百 不会再在香港做的了 只是去一般茶餐厅或者两送饭 这种生活的形态 渐渐是取代了香港以往 以前中产的那些 在商场里面 开车去海港城 跟着就走上去上面 以前那间泰国菜也好 里面那些高级餐厅也好 吃一千几百 这些生活已经过去 也都不会有大陆人 再去那些名店排队 这种呢 就是你渐渐香港 不能说阴干 是慢慢叫做转型 转成为一个 就是比较低消费形态的城市 你刚才说 这个你解释 这个九仓华 虽然他发出这个刑警 但是也说集团整体的营运是稳健 稳健的意思 就是对比起 他这个集团的银行负债 银行负债的比率是低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现在的市场 是淡成这样 这些财团越大 银行以前越借开钱 是一路是发展的 财团和银行之间的关系就很微妙 以前世界好境 大家是抱着一起上 你越借得钱多 那我银行是赚得越多 因为你的收入和利润都是不断增长 现在不同 你现在借得钱多 在那些前线的生意 你一看自由行枯竭 然后那些小红书那些 是低端消费者 你以前借开银行 譬如借10亿 现在不要忘记 是高利息 我当你是银行 不要多 5厘 我当你很正常的 你借在银行负债那里 10亿 那你每年就还5千万 如果你的负债是100亿 每年只有5千万 每年只有5千万 那银行在这个时候 和这些财团 或者债势的关系 就没有以前那么温馨 银行都要顾住自己的数 如果你不减租 你不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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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账面 那条账面 还可以说 和银行说 明年如果要租出这些店银行 都会有那么多 那么就避免银行召售 但是如果你减租 就打草惊蛇 银行是否随时对你这个债仔 发出一个叫做业务 这个盈利审查 他一走来跟你计数的话 说不行 因为银行批给你那个借签的经纪 他是要背的 比如说你问汇丰 问渣打 你不是去问伦敦的总行 是跟你朋友的那个 那个banker 不所谓了 大家认识了这么多年 我相信你 是不是 如果你这里有什么风吹草动 中间有什么的洞洞洞洞 那个借签给你 如果银行经理是比你害怕 所以就好像看以前那些吸血僵尸 那只吸血僵尸 那只吸血僵尸跳下去 跳下去 进入屋子 屋里面的人 最重要的是吸血僵尸 踩起来的时候 你不要呼吸 要保持你的呼吸 然后转向你 对着墙 那只吸血僵尸 闻不到人的气息 他就不会跑来捏死你 他就会转去其他地方 如果你说谁喊大气 被吸血僵尸吸血僵尸 吸血僵尸 他这样跳下去 跟没有人那里 他都立刻 转个方向 跳到你那里 现在这帮财团 和你的银行负债的比例高 你就和银行那方面 就是一只吸血僵尸入屋 和其他那些人 大家拼息静气 不要惊动他一种这样的关系 所以怎么会减租呢 不减租 你在账面上 你都还有故事说 借给你的银行经理 可以和上面说 一说减租 一减租 然后呢 你真的有人租 最怕有人租 租了之后 收入真金白银 为什么会少了那么多呢 减多少 减三成 减五成 我以前借给你那么多 五年前 七年前 借给你那么多 你怎么还 那时候就是惊动到 你有一些收入 有些滚泉的时候 那些数据就会移动 一旦租动的时候 就是你在那里吐大气 吐大气的时候 喂 你借黑洞的债务 那只吸血僵尸就来找你 会去查数 所以现在香港 你说 那些财团越大 问银行借窿的越多 那负债比率越高 就是越害怕 但是这些平时是大公司 大财团来的 一直到2018年 你看九仓这个置业 就是那里赚100亿的 但是他放任は 那又很多 contacts 但是他现在 却也想上升 彝政府 还有有多约 这个问题 不 非常之急 这个事情 决定 对 很都不大 現在你說特首要帶官去三個國家 一個叫越南 還有一個叫柬埔寨 一個叫老窩 你聽過老窩也一陣窮孫未撲鼻而來 老窩這個國家在中華民國時代也叫寮國 寮國 韓國 泰國 等級有什麼樣的 你跟大陸也叫老窩 老窩一陣焦味 老窩有多少資金進來 柬埔寨西哈魯克市 你去看看 有多少爛尾盤 你不如去緬甸 呼籲投資 緬甸最近的那些飆心集團 那四大家族都被大陸公安進去 派支軍隊捉了乘飛機 捉了回去審 說這些是柬埔寨 緬甸這些 那些hot cash 一樣是三三五惡 是那種江湖味很重 很麻辣的 你捧不捧得起呢 老窩老窩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資金 是可以投來香港的 當你這個半... 這個中東 五億美元這個王子都縮沙 現在在他的網站上 把你香港以前合作的那些文字 已經全部落架的時候 你覺得去到柬埔寨 就是KK元 都還有錢過來香港買 買半山的樓有沒有 他有 他也去泰國買 是吧 看到緬甸那四大賊王 被偉大祖國的手伸過來捉人 你猜他的頭不怕嗎 放棄你自己說的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中國是香港 所以你沒有源頭 你沒有活水來 然後你內部那些水源是膚血 沒有消費 那就是了 源頭是什麼 林鄭拼命吹奏的大灣區一小時生回血 我早就說了去年 你這個是結構性 持續性 是沒有得意的 沒有得意的 因為你不能夠阻撓 香港人尤其是基層市民用腳投票 誰夠膽 現在你除非這樣 你三取消 我經常說鮑先生 你不要提建議 你那些建議他做得到的 比如說 他不會做的 他說什麼都躺平 什麼都不要做 他就做得到 他什麼都不要做 他就聽你的建議 就是不做就是 你那些建議他真的聽 做得到 我那些建議他聽 他不會做得到 你說你要救現在這個大市 由九瘡至下 這些什麼頂和馬 火鍋不用結束 就叫做三取消 第一 取消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第二 就是取消或各自國安法 第三 就是凍結二十三條 或者你宣布將二十三條的執法 跟香港原有的公安條例的標準相同 但是你做到這三條 你香港就有足夠 但是為什麼我會建議呢 因為你一定做不到 是不是 你沒有可能做到 我剛才說的這三條 其實是ABC 香港的投資者 大大小小的老闆 如果德蒙你們上光 在看這個風雲谷 你們的心裡 一定在同意 不過你不敢發聲 是不是 你只要做到這三條 美國資金會慢慢回來 慢慢而已 不是馬上 另外歐洲 其他那些 你用什麼搞得 特首李家超這麼辛苦 帶隊去老窩搬水 有名給你叫 又老又窩河 那裡怎麼會有水道 不如你自己想辦法 香港自己怎麼生水 是不是 你看九倉置業這樣刑警法 一千個老窩都救不了你的命 是不是 德日驚的地方在哪裡 九龍倉在今年的二月 即是二四年的二月 他是向公眾發營起 為什麼 因為2023年 他成年的日利 是估計是五到十億元 最後埋單就好像是九億左右 那就是說 其實在今年的年頭 幾個月前而已 他結算上年的2023年是賺錢的 但是短短不夠幾個月 即是現在的七月 他就發刑警 就是說二四年的上半年 去到六月底 就可能會虧蝕25到28億 你想一下 一來一回 幾得人害怕 是說三十幾億 香港發生什麼事 除了這個九龍倉 除非他的會計報告 是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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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 自己的公司 變成刑警去做數 不可能 而實際上反映 當然就是租務的收入 以及這些服務的收益 完全暴跌 在短短的上半年期間 為什麼在2023年和2024年 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 我收過一些風 因為2023年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公司 或者是這些中小企 是期待市場復甦 例如說 希望美國會減息 於是可以令到他們的還款 和貸款的成本降低 另外 特區政府吹奏 動態清零結束之後 2023年是否復償 完全可以經濟恢復 大家相信了 於是希望可以再守多一年 令到生意恢復 當然事與願違 另外有一些中小企 就問政府借了錢 借了錢之後 其實是要還的 要還的時候 以往大家動態清零的時候 可以不還 但真的要面對還款的時候 有部份的中小企 想想 不如把它收拾了 如果是有限公司 因為收拾了之後 你還可以留一些老本 那筆錢 你也可以用破產的方法去解決 所以基於幾個因素之下 2023年大家仍是守 和大家仍是博 和有樂觀的想法 但一到2024年急轉直下 以上半年 其實我們去年都已經預計到 就是2024年開始才是見真章 因為真正經濟的問題 將會在2024年出現 那九倉就打響第一炮 因為它一業之秋 因為它是承租一個高消費的 這些物業的租務市場 你可以反映到 就是說 香港再沒有這些有錢的遊客 或者是一些企業 願意在香港給這麼高昂的租金 去租它的商場 以及它上面 不要忘記 不只是下面的商場 海港城上面有很多商下的 有很多高級的這些公司 在上面寫字樓 全部寫字樓 還有酒店 還有其他的商場 所以這次九倉這個例子 我相信新世界更嚴重 在那邊 K11 另外還有其他各區的商場 一樣是受到影響 尤其是鐵路完線 譬如說有一城 新城市廣場 這些新地的 有些是 有些信火 有些地鐵 那這些呢 其實在以往 就周末人山人海 但是現在 據我的朋友說 都剩下了很多 當然有些競爭 例如大圍開了一個圓芳 又搶金 搶金些客 那這種情況 我相信是不會很快 就是幾個月之間 就會突然間發生 但是慢慢慢慢每個月 每一年 就會在那裏收縮 漸漸商場的面貌就會改變 由一些高端的零售 或者食肆 漸漸變成一些 好像你說 他肯租 不過給少些租金 就變成一些 我們叫中下價的店 這些在柏例大道 我們都說過了 以往柏例大道 雖然都不是很高級的了 但是都有一些叫名店 但是現在全部變成什麼 有些中藥 或者是針灸店 或者買一些廉價的貨品 這種情況 漸漸成香港 這些尖沙咀 和銅鑼灣 甚至是遲些中環 都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陶先生 所以你看看九龍半島 在俄士丁打下而南 西面那邊就是海港城 海港城是香港大酒店 和馬可伯羅 過條馬路就是半島酒店 半島酒店再過條馬路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K11 柏例酒店和新世界那邊 就是海濱長廊 這條線是不能想想的 是香港的消費經濟最後的馬其樂防線 或者是類似太平洋戰爭事 之前那條醉酒彎的防守線 這條線一想想 日本一殺進來 馬其樂防線一任 你全民國 半壁江山歐陸 就兵敗如山島 你再看看 鮮沙咀 馬其樂防線 海港城半島 中間這裡 不用說了 你看它的入住率 如果入住率高 的話 房租就便宜了 入住率低 肯定越貴 因為它又被開票 決定 hoch 來買點總數 看给人工 燈油火 然後再到對面 在文化中於一個業者 操作那一堆 空虧可以去巡視urch 原子 你現在一個海港城 發 Crimea 你竟要畫 tenim 一幅 那一百億倒下來 預計是會這樣見紅的 另外那兩塊 你可想不知 好了 然後就看港島那邊 港島不用說了 就是金鐘至中環 金鐘的中環還有一部分叫做蘭桂芳 蘭桂芳那邊 你也知道了 是香港外籍人士 今年暑假 現在7月8月 麻煩那些經濟報紙那些記者去蘭桂芳看看 因為應該是最旺場的 因為這幾年走了很多香港中產階級 還有有錢老的子女去了英國和美國讀書 你看看郭泰 倫敦 香港來回的班次這麼密 那條線賺錢 今年就是留學加拿大 美國 英國那些 那些年輕人讀Bording School 是回來放假 回來放假 他要扮鬼仔 因為已經融入了英國那個學校 那當然是去蘭桂芳 是一種身價地位 顯然 你就想去看看蘭桂芳 星期五 星期六 爆不爆 那些以前名牌酒家 還有那些爵士樂 那些 那些是吧 做十幾二十年那些 那些老班底還在那裡 還是你出資金下去 搞到有一天呢 蘭桂芳那些店舖 就變成了一個大陸的大媽叫做阿蘭 在那裡開竹肉店 另外還有一個大陸來的大嫂叫做阿桂 就在那裡開針灸店 是吧 阿蘭加阿桂兩大大陸大媽在那裡開竹底按摩這些東西 那時候轉型做有中國特色的蘭桂芳 這個蘭字就索性改成簡體字 就是兩點是三滑 這個蘭桂芳下去都會轉型的 名字不用改 一個大陸大嬸叫做阿蘭 另外一個大嫂叫做阿桂 是呀 會這樣的 你看看 得人害怕 智地廣場門口就試過 有些周末是擺地攤的 是吧 你搞到如果這樣下去海港城 那些店舖一直咳咳咳咳 那當然有人不生 財力雄厚 和紅銀行那邊也很老死 那要捱多久 如果現在海港城的店舖 不是LV 不是Kucci 是要搞到賣中藥啊 針灸啊 在那個酒廊上遠遠 就聞到一股藥材的味道 旁邊就出現第一間是捉肉店 再過一些就是按摩啊 是吧 或者針灸啊 這些東西 哇 那時候海港城 是又成功轉身中國化的了 是嗎 國際郵輪碼頭更加不用想了 我記得2016、2017年 那時候大馬的大亨雲頂高年 林國泰先生 在香港 大舉投資的星夢郵輪 我記得 他非常看好 那時候大陸的那個 你叫做坐郵輪的市場 那時候雲頂呢 是威風到走去德國漢堡啊 一口氣買了兩間船廠啊 是自己包來做啊 專門做的那些郵輪呢 是供應給大陸的郵輪市場啊 你現在一個看看 啟德郵輪碼頭 今天這樣的壞樣子 如果你說海港城 這裡是一個傳統的郵輪 你每天都要給停泊費 給錢給九倉 如果你這樣搞到刑警呢 那你可想而知 星夢郵輪那時候 是紅白白的 夜夜生哥的 有些中國的遊客上來 有海鮮食啊 有牛排啊 還有上面真的有卡拉OK啊 有麻雀房啊 全部中國式高端消費 現在那兩隻星夢郵輪 不知道在哪裏 我希望呢 還在那裏 還可不可以拍呢 如果你說 快點幫一下 在海港城拍一隻 還有在啟德郵輪拍一隻 擺兩三隻出來 但是呢 大陸那些人有沒有客人呢 那時候 星夢郵輪很厲害 這個是國際新聞 去到漢堡啊 漢堡那裡買了德國的造船廠啊 現在那條數 怎麼賣美 我不知道 各位呢 幫一下手上 這個上網搜尋一下 所以這一條線 這樣下來呢 哇 海港城這樣 然後大中小的 香港那些 那麽 都要減門市 還要在宜禍街 銅鑼灣 心臟地帶來的 如果你這樣 在宜禍街 這間三十年 都要收拾 那對面 黃室寶如何 蘇告如何 整個銅鑼灣殖民地時代有名 叫做小銀座 現在變成了什麽呢 這樣下去是捱多久呢 你奧運十個金牌 一百個金牌都保不了 大陸說的嘛 當你香港那些人說 要民主要普選 那親中那些人說 要來做什麽 普選可以拿來當飯吃嗎 現在問得正確 金牌可以拿來當飯吃嗎 一個半個 他拿極都是拿兩三個而已 怎樣七百萬人 怎樣夠分 我當你把金牌分開 吞得下土嗎 吞金就是自盡的 一樣的 是吧 所以這條數下來 下半年 你特區政府怎樣交呢 接著你明年三月的財政預算案 是吧 又如何交代呢 不用那些什麼二零 什麼什麼七月那時候 那些什麼四十七人初選 又說要否決什麼東西 推翻 你現在裡面已經像我推翻 大不大鑊 是吧 還有呢 就是這些是非戰之罪的 有些 因為整個中國大陸 因為現在香港的旅遊業 都是依靠中國大陸 其實真的出現了一個質變的了 特別是年輕人 零零後那些 已經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來香港玩 那個洗錢模式完全都不同了 他們靠網絡 小紅書 去找那些窮遊 或者打卡店 全部都是沒有成本的 那來到吃飯 那最近呢 我聽見一些在香港的朋友 過來玩的時候 告訴我 他們走去那些便利店裡面 圍著 這樣在微波爐前面 又 跟著叮完之後 又一餐的了 那這些呢 就是現在他們那種 年輕人的消費模式 那這個就是香港的情況 但是原來呢 其實香港很多競爭的 香港不知道而已 一直在那裡吃老本而已 譬如說 那些中國遊客 特別是在江蘇 浙江和上海那一帶 他們免簽可以去韓國的濟州島 那裡只有一個多兩個小時飛機 接著呢 去到呢 又便宜一點 那接著呢 去兩天 周末 例如星期五 去星期一 去到星期一 去到日假 再不是星期日 晚上回 好像以前香港人去台北 那樣 這些就是他們現在玩的新型態 那他們會覺得 喂 那裡假假的都是外國 香港是屬於中國的 不可分割一部分來的嘛 那來香港做什麼 就是上海遊客 那不如我 如果我有這樣的錢 我有這樣的時間 我兩天 或者三天 我飛去濟州島 是吧 一樣可以吃飯 那是海南島 是吧 北有濟州島 南有海南島 中間不需要香港島 是真的不需要香港 香港做什麼 你知道嗎 你極力要將香港轉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是不是 和令人分離島 是吧 你便求人得人 是吧 改用簡體字 那些街名都改了他 皇后大道不對 威爾斯親王 是不對 全部改了名 快點 用完簡體字 全部取替了粵語 立法會開會 全部用你那種 自不正康不原的普通話 是表忠 快點 不要停 這個二十幾年的願望 快點去趕上 就是好像我們說過 你要那些大陸遊客來到 吃什麼 吃酸菜魚 吃什麼 蘿蔔香藍 跟著吃那些什麼 沙冰 還是什麼檸檬茶 這些全部在深圳裡面 大灣區都有的東西 你開到成行成市 那你叫他來這裡 香港來做什麼呢 這種情況和我們開玩笑說 我們去到日本東京去到新宿 難道去吃天武運 淡仔米線 沒有東西 還有 有些人還慌你撿得少 然後逐間逐間他標榜 說你是黃色經濟圈 說你是黃店 你現在通街已經撿到私鞋遍地 可能剩下兩三間虎虎支撐 他一撿到你以前的紀錄 這間黃店 立刻在網絡 有一群親中的戰狼 立刻狂鬥 是不是黃店也好 都可以做 你不能做 你現在是譚小環 兩公公開這間大渣哥 是不是 是的 這個七月建業 譚小環小姐 怎麼會是政治活躍的人 我記得這兩年被人撒 屈她說怎麼黃 你不要緊 繼續派那些偵查隊出去 叫關愛組繼續起底 還有很多黃店 暗黃的 還沒收拾 快點掃 又亂及自由自及興 洗一洗太平定 乾乾淨淨 直到你有一天 南貴方都成功轉型為止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風雲谷》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多謝大家 下集再見 請記得LIKE 發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邁位收聽《風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發偉聰 也非常歡迎各位繼續加入 還有特別會員渠道 《風雲雲谷》 大陸的經濟是廣受全球注意 因為如果有什麼冬瓜豆腐 連累到全世界 當然也是因為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過去三十年 極度依賴 Made in China 這些廉價品 所以中國的經濟 每一個環節 出現任何的風吹草動 都非常值得 包括香港在內的外部世界的留意 最近有一宗非常古怪的一個新動向 就是根據重慶方面 這些官方的傳媒 叫做《重慶日報》的透露就是 全中國經濟下行 年輕人失業率居高 安徽有一間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保衛處近日招聘助理 就要求要有碩士研究生及以上學歷 就是說這個大學 他只是招聘一個在大門口的管理處裡的看耕 即是你現在進入中大 科大 你駕駛車進去是否有一個耕廳 有支自動控制的那支棍 耕廳裡的阿伯通常都是大陸新移民 你找誰 找段崇智校長 你是誰去找他 看你的樣子你認不認識我們校長 你年輕人 你好年輕了 你有什麼證明信見 這些在耕廳裡 通常是50多歲的新移民阿伯 現在安徽這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就說要請耕廳裡的阿伯 要有碩士研究生及以上學歷 就是說最好就是博士 所以這次引起大陸的控動和關注 另外還有 四川的重慶市還有創意 將今年畢業的大學生 推行一個跨國就業運動 就是召集來自八家重慶市及四川省大學院後 七十多名應屆畢業生 在重慶國企的印戰之下 分派他們前往中東的阿萬發展 這一點非常之重要 特區政府的教育局和有關當局要留意 原來這一項破天荒的創意叫做跨國勞務合作方案 是由重慶外商服務有限公司推動 而這間公司是隸屬帶有國企性質的 叫做重慶發展投資公司 而中東這個阿萬這個國家 他們提供的職位叫做技術和儲備幹部 提供食宿 月薪多少呢 人民幣一萬兩千大元 直到一萬八千元之間 就出足十四個月糧 每年有兩張免費來回機票 七十多個前往中東這個小國阿萬就業的大學生 分別來自重慶師範大學 重慶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等八家學府 他們讀的當然不是那些什麼哲學 美術史文學那些迷路取暖那些 而是化工科系為主 電器自動化和英語系為副 從事的職業 是要符合所學的專業 就業滿兩年之後就可以續約 這一招真是破天荒 我覺得真是服了大陸的人 絕處逢生那種開拓新機會 和破土而出 見洞就捐 和見洞就插針 這種水銀卸地的生存秘技 和DNA 是不是呢 阿鮑先生 阿鮑先生 坦白說 我就不覺得很驚天動地 至少都有份工 而且去的都不是落後國家有錢的 阿曼這些石油國家 這些中東很多油王 女的隨時可以嫁給油王 男的找到老闆 又一夜就可以升天 這些全部是好機會 我看到另一篇報道 我覺得更有趣 在大陸的蕭商神報 可能是一些小報的報道 說長沙明陽山的殯儀館 來了一批新的 9500後的年輕面孔 原來這些 這麼年輕的 就是在貴州師範大學 播音專業畢業的 也都在師範大學 學過表演專業畢業的 他們應該本來是投身演藝界 或者表演行業 從來都沒有想過 自己原來會從事殯儀行業 因為殯儀行業裡面 有很多的職位 包括詩儀代書禮儀 莊臉等崗位 還有一些叫代祭 就是說家人有空去拜祭的時候 他就去代表了 所以原來很適合這些 修讀表演系或者播音系 因為這些在臉葬的儀式裡面 都是一場表演 式造戲 如果用香港的舉例 好像是演藝學院畢業 你就去了世界殯儀館 這個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都是個就業的問題 本來他們在大學的時候 都有做過一些主持 播音的經驗 所以他們家興就熟 去到殯儀館 就可以做了唐官 就是我們香港人那一隻 對於這些年輕二十多歲 男女來說 這種其實都是一種出路 而家人也會開心 因為你看到那些不是七老八十 那些唐官 穿了一件唐裝衣 反而是年輕貌美 穿了西裝 這種形態 所以現在 穿漢服最適合 在殯儀館這群人穿漢服最適合 真是合級 中國大學生不是沒有出路 我們都要報起 除了他們可以去中東 可以有機會發展之外 殯儀業也是一個出路 不只是殯儀業 有數以千計分店 中國的海底撈 大家都知道 海底撈是全球首創 那些男女適應 兼職舞蹈員 歌唱家 和表演這些手拉麵 再加上滑對雪劇 穿花蝴蝶 幾乎 在出賽的時候 可以打一個空翻 在廚房直達客人的飯桌面前 然後用功夫的方式來試客 這些其實很多都是大學畢業生 是的 佳欣 現在中國每年的大學畢業生 突破1100萬 所以從重慶方面 因為穿著平頸 沒有地方排泄 這麼大團 中國的大學有多 那些什麼經貿大學 科技大學 這些 什麼都是大學 什麼專業 英國 英語又專業 文學又專業 哪裏有這麼多公安插 這麼多專業 是吧 搞到為什麼你要 從重慶那裏 要幫大學畢業生 要安插去中東亞萬呢 這些地方政府可能沒有把他們最高的喊爺 習近平在2023年 那個最高指示放在眼內 是吧 在2023年 五四前夕 中國官方媒體發表 習近平是向全國大學生的一封信 在裏面呢 習近平說 新時代中國青年應該走入鄉土 有自找苦學的精氣神 就是說 他其實很希望 中國的大學畢業生 走入鄉土 就是說上山下鄉 因為習近平1969年的時候 只有16歲 就去到陝西 梁家河大隊那裏 是所謂的插隊 但是他自己後來甜蜜的回憶呢 就是說他耕田拉梅養豬 挑訓 什麼都做過 是吧 就非常之刻苦內勞 而這種的經歷呢 這一種的經歷呢 是令到他 日後經受磨煉 大丈夫 就要成大器 必先露其筋骨 餓其體肤 才成就今天呢 是為人類指明方向的偉大領袖 好了 那麼習近平這封信 是寫給中國的大學生 這封信呢 你知道現在習近平 中國香港的中學寫一封信 寫了之後一周年 都要紀念的吧 那你不只是形式上紀念的嘛 現在別人叫你上山下鄉 今年你一千一百幾萬人 上了多少山 下了多少個鄉呢 那條數呢 就不見了 發表出來的 那現在呢 你就說 對一些過去中東阿曼 還有呢 叫他們去做那些 大學門口的那些耕聽守衛 這條數不是很適合計的 如果是這樣 但是怎樣也好 重慶市那裏有這些 這麼有創意的 對大學生的安排 那香港又怎樣 香港是九間大學畢業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 兼中國政協副主席 也是叫做一帶一路督道 的一個高級幹部 現在呢 是不是應該請梁振英 政協副主席出山 是要安排一下香港的那些九間大學畢業生 在重慶那邊掛單 那裏有七十幾個 阿曼 你看一下中東那邊 比如說 杜拜 其他那些阿聯遊 甚至是埃及 總之是一帶一路有好國 和中國和中東那裏簽了石油協議 你看一下有沒有位 有沒有數字 側多一百幾十個香港的大學生 去實習一下 或者做些什麼 這樣看 這些你可以跟隨一下大陸 中央或者地方的精神 這些創意 是不是 現在香港的九間大學 阿畢耀生 是不是很好世界呢 我不知道 好不好世界我就不知道 陶先生 但是我很欣賞中國的年輕人 那種創意 或者那種頑強 除了你說 他們去中東發展之外 就投身殯儀業 一樣可以維生 除了一些躺平的例子之外 其實現在的中國的年輕一代 他們是不肯花錢 所以為什麼造成那個經濟的內卷 或者叫做內需停頓呢 是因為他們對前景不明朗 這個我們都講過了 例如不買樓 不生育 甚至不工作 耕腦 這些 但是他們都不是這麼消極的 最近我留意到 有一單新聞挺有趣 他說現在中國大陸那些年輕人 或者不是年輕 去到中年部分都是這樣 他們會組成一些叫存錢搭子 存錢就不明白 大家只是存錢 搭子就是拍檔的意思 進行財務規劃是強制性的 他們會在那些網絡的平台 大家去組成 由五個人開始到超過一百人都有 類似叫做存錢大作戰 規定一些大家強制性打卡 存錢計劃 什麼叫存錢計劃呢 例如一年365天 第一天存1元 第二天存2元 第三天存3元 累積上去 到最後那天就365元 原來這樣存錢法 一年他們會存6萬多人民幣 這些創意式的存錢方法 就是基於一件事 就是他們省錢和不消費 所以為什麼造成中國經濟現在的沉濟 或者年輕人沒有工作呢 那就是因為現在這樣的生活方式 那當然沒有生意 沒有商機 那而且呢 存錢去銀行 根本就不會再去其他的投資渠道 那這一種情況呢 漸漸漫延開來 那還有他們一些社交媒體 這些叫做存錢搭子的群呢 那就很棒的 其中一個名叫做 貧民忽喪心病狂賺錢小組 是2020年創建 那這個小組呢 有差不多3萬人的成員 那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存錢 不用錢 那這種呢 就是現在的時下中國年輕人 那種創意的生活方式 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之下 怎樣求存 他們真是給香港的青年人 值得借減一下 那現在呢 香港呢 在提倡這個大灣區 希望呢 是香港呢 很多的大學畢業生 去大陸那裏找工作 這支歌呢 唱了很多年 起碼三四年 在想要我做特首的時候 就是這樣了 那特區政府 是不是應該每年出一條數 九大間大學的畢業生 有多少人呢 是北上去就業呢 是吧 好像只有港幣 不過怎樣也好 比重慶這七十幾個大學畢業生 去到亞曼呢 月薪只有1萬2千 那香港呢 就非常之幸福的 最新的一年 統計 在八間大學之中呢 香港大學畢業生的年薪最高 平均呢 是高達呢 是三十七萬一年 那就是說呢 一個月呢 都有呢 超過三批野 就是呢 這個起身 不錯的吧 是吧 現在呢 香港大學呢 那麼多間 那個畢業生呢 全部加起來 平均年薪呢 是三十萬三千 你不要小看 你不要小看 雖然市場這麼淡 是吧 香港大學生的工資 都站得挺硬的 可能呢 就是走了那些乳血 BNO那些走了 是吧 很多那些企業 管理 公關 人力資源 這些呢 是空了很多位 是吧 香港大學呢 平均年薪是三十七萬一千 中文大學也有三十六萬六千 跟著就是較大呢 都是三十四萬 排名低一點的那些呢 就是二字頭的呢 就是浸會就得二十三萬七千 就是說呢 起身呢 就大約一萬八九元左右 都不差的了 是吧 嶺南大學呢 就二十二萬五千 就最低 平均月薪呢 就一萬八千 哇 如果這條數是真的呢 其實這樣 香港的大學生 其實都不太差 但是這張價位表呢 我看來就不太相信了 就三皮 現在搞什麼呢 譬如說 你看看什麼學系 譬如說 中文大學 雖然說現在 排名第二 都有三十萬萬一個月 那你看看什麼學系 這個叫政治及行政學系 行不行呢 就已經被特區政府視之為 當年的這個社會抗爭的理論溫藏 還有中文大學 向來都很出名的 這個叫新聞傳播學院 現在香港的傳媒 都已經萎縮到這樣 甚至有沒有真正的傳媒 有沒有新正的新聞自由呢 這個學系 畢業又何去何從呢 當然浸會也有一個新聞傳播學院 這個是和十年八年之前不學同日語語 還有一間叫香港演藝學院 裡面也有很多很廣泛的學系 例如電影、戲劇、表演、舞蹈這些 這些人現在不許嫌 你看看香港的電影界這樣萎縮 這個旺角、朗豪方那些戲院 是倒閉和結業 你再看看未來 你看這麼多的無印良品 那些分店 一執就五間 舒適堡那些是由收縮 無印良品、舒適堡、GU 這些在黃室堡裡面的這些成衣店 它光顧的就是香港的中產階級 尤其是無印良品 沒有了五間 就已經顯示香港中產階級萎縮 香港中產階級現在萎縮之下 你香港的八間大學 他的八間也沒有演藝學院 應該算是演藝學院的 九間之下 他們畢業生的出路 必定是越來越合作 除了每個人都去申請補政府工 政府工是怎樣的 食環處這些入境處那裡扔印 食環處那些前線 大學生是不會做的 應該你報名的那些 E.O. 中文主任 政務官那些 又或者警察那裡大把空血 九間大學生是否應該向警方那裡提供多些新血呢 這些現在的新聞界 由於現在香港的報紙 你看拿著這張表 你應該有更多break down的追查 就是說我不相信這條大數 大數裡面那些細節裡面有很多魔鬼 這是此其一 第二 重慶那裡 你不要看他派了七十幾個去阿曼 那七十幾個夠膽 香港的大學生 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那個 都是比較叫做inward looking 是內卷 和他們的視野都是留在香港 所以說特區政府要交條數出來 有多少個人呢 北上大灣區 大灣區對香港大的畢業生到底有多吸引 這些是否只是留於口號 但如果另一方面大灣區不吸引的話 留在香港又沒有運行的話 那可不可以香港的大學生 又效法 大陸的重慶這些呢 就向外面闖 這個就難了 因為最近 BNO移民去英國 都出現一些遺素不是很少的人 又覺得很抑鬱 英國的生活環境不舒服 沒有辦法融入 不要說融入 沒有辦法融入 當地社會 找那份薪金又低 於是不知道怎樣 又醞釀是回流 現在香港 在這方面來說 那個人口流動 和大學畢業生 現在出現一個很曖昧的十字路口 和平頸的關頭 現在大陸已經是這樣的 習近平也已經號召 大陸的大學生要上山下鄉去農村 但我正如說過 今年李強的國務院總理 政府工作報告有沒有跟隨這條數 習近平叫你大學畢業生去農村 上山下鄉 有多少人去了 由北京、天津、上海、廣州 這些名牌大學 去哪些鄉下 鄉下哪些省份 還有哪些工社大隊 是可以對口 去收容多少 你看到 就算從重慶那裡 和他吹谷去阿曼 都是吹谷到七十個 而且他說明你所學的專業 要和那裡的工作職位是匹配 只得人工是一萬二千 都只是頒到七十個 那你整個大陸一千一百萬畢業生 是不是憑習近平一聲令下 就要上山下鄉 就會去到 不要說七成 你去到一百萬 我已經幾乎可以跪下 是否向你扣三個響頭 是吧 所以這些就是 在假大空的口號之間 在假大空的口號和現實之間 那個差距是很得人害怕的 是吧 陶先生 不要這麼悲觀 我真的覺得 香港的年輕人有很多出路 除了你剛才所說 可以參加警察 我剛剛留意了一則新聞 《文匯報》報道 第十一屆香港大學生 軍事下令營圓滿結束 原來舉辦了十一屆 今次一百二十幾個香港大學生 以嚴正的軍用 昂揚的風貌 展示了訓練成果 期間除了軍事訓練 激光模擬對抗 地圖使用等等之外 還參觀了駐港部隊的展覽中心 夢起東方 中國夢 強國夢 強軍夢 香港衛視的主題展覽 這些下令營 不是沒有原因舉辦的 其來有志 其實很多人都在說 香港 這個雖然國防外交 是交給中央人民政府去管理 但是沒有代表 香港的年輕人 不可以參加解放軍 其實已經有聲氣 很多人想表忠 為什麼香港的年輕人 不可以回大陸當兵 特別是未來可能台海 之際 可能正是用人 香港的年輕人 是否可以報效這個國家 所以其實 除了這些政府工 做警察之外 我覺得應該 特區政府 和中央政府 溝通一下 盡快讓香港的年輕人 報解放軍 可以盡快去接受 這些軍事訓練 特別是每年參加過 這些下令營的 125個大學生 第一時間優先可以取錄 快點可以經歷解放軍的生涯 可以為國家服務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未來的出路 你知不知道 做解放軍不是容易的 在中國大陸沒有人事沒有關係 不是你的舉手就可以做的 這些是香港年輕人的 可以說的恩典 所以應該是要鼓勵一下 陶生 鼓勵一下 最實際的 你去做解放軍 有多少錢的工資 麻煩你報數出來 是吧 愛國愛港 保家衛國那些 是另一回事 所以這件事 不要說錢 陶生 難道不一定要說錢 這麼現實 難道跟你說心 好笑 現在重慶那裏的70個去到 都馬上報仇 12000元 還有包食叔 兩年兩張來回機票 這些就是有骨落地的 是吧 你要報這些條件出來 那裏的九牛二虎資料 只有70個 香港現在又說和中東 加強貿易往來 中東王子現在的5億辦公室 就不會在香港設 那香港又可以傳幾多個大學畢業的同男同女 是過去中東呢 是吧 中東那裏有沒有機會呢 那你說特區政府 什麼一帶一路督道會 這些是否應該和香港的人找出路呢 特首最近帶代表團去這個老窩 越南和柬埔寨號稱是找投資 為什麼你不同時幫香港的大學生 在老窩、越南和 就算是緬甸再加上柬埔寨 看看有沒有類似這些 中東亞萬的工作職位呢 是幫香港的八間大學至九間大學 疏通一下那些大學生的就業呢 是吧 還是完全不需要呢 個個出來都有三筆東西 起床的人工 因為BNO那裏走得多 於是有真空 這些呢 在香港來說 我相信不是我們風雲谷 提出這些細節的疑問 你在香港報紙和周刊 會找得到答案嗎 會不會 當我們在外面放假放得太久 當我們問生就問你 好嗎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風雲谷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 請記得Like 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賣位收聽風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吐傑的Patreon和白偉聰 你也是非常歡迎各位的加入 還有加入我們的特別會員渠道 按一下鐘仔和加個Like 今天這一集雖然是聲音版 但是強烈建議各位 將聲音版投射到家裡的電視螢幕 以及在手機上打開螢幕 因為有些精彩的片段 各位千萬不能夠錯過的 今天香港特首李家超 就順領一個很重要的代表團 就訪問老窩和柬埔寨 加上還將會去另一個國家 叫做越南 東麥山國 李家超已經第一站由老窩 就轉去柬埔寨了 首先我不知道老窩有什麼成果 老窩這個名字正如我講過 一陣窮味聞到那陣孔孔的 因為它的名字叫做老窩 中國人將它譯得稅 本來它叫做寮國 中華民國時代 一百年來都叫做寮國 你叫做老窩 根本對這個國家已經有歧視而微 老窩這個國家確實是窮 我不知道特首是帶代表團去 有什麼爭取 不管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它就是國民的GDP 是非常之少的 人均的GDP只有2720億美元 國民的GDP只有184億美元 勞動力的人口只有358萬 我們看看這個老窩有什麼東西可以益利呢 這些這麼窮的國家就不可能組成掃貨旅行團 就由一班老窩穿金帶銀的貴婦走來廣東道和羅素街 掃珠寶和買江斯丹頓 而老窩遊客來到香港 如果晚上在彌敦道睡街和加入打卡團 這些你又不想 因為小紅書已經有了 老窩又可以在香港有什麼投資呢 它是沒有錢的 那香港又有什麼資金可以去老窩那裡找世界 你就問一下香港那些香港總商會 問一下香港中華總商會 問一下香港五大地產財團 看看老窩那裡有什麼世界 現在老窩那裡有告訴你 石礦、金礦、銅、石膏、水力發電和橡膠 這些合不合香港人口味呢 香港商界去投資什麼呢 還是你這次跟老窩那裡找了一塊地出來 在湄公河邊 又便宜又漂亮 準備叫香港那些地產商過去那裡發展地產呢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你的代表團是沒有商界的代表呢 有沒有香港總商會的頭面主席和副主席 再加上長實、新鴻基、新世界那些 起碼都派過CEO去跟團嘛 你帶過旅遊協會林健樂去看看老窩那裡有什麼旅遊業 去香港那些遊客過去 香港遊客過去的旅遊不需要香港旅遊協會主席 去過去吧 還是你叫旅遊協會主席過去 就是想老窩那些人過來香港旅遊 去扯其山頂那裡拍照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講事實而已 我很尊重李家超和那些特區政府的官員 去到老窩他們要作很多交流和商機 例如他們去到那間萬象中學裡面 就叫那些老窩的中學生過來讀書 讀完書可以有機會留在香港 你不要笑 都要作出來的 你知不知道 你想想老窩這些GDP這麼低的國家 怎會有能力來香港 等於去到雲南山區 叫那些小孩來香港讀書 我們有很多國際學校的 我們又有那些IB 接著你讀完書之後 你留夠七年就可以在香港 大哥 人家開飯都還沒搞得好 你又叫人來香港讀書 還要留在香港這麼高消費的一個國際城市 所以其實他們很辛苦 要作這麼多交流的項目 又叫老窩的人兩地旅遊 的確有少數的香港人 就作為一種秘境或者小眾的旅行 都會去老窩的 但是調轉老窩有多少旅客來香港呢 我就請特區政府可能要公佈一下 不過就好像那些叫做什麼 去非洲賣鞋的故事 正正老窩沒有人來香港旅遊 正正就要開拓他的市場 這些你博不到的 所以你看到今次 這些李家超高調去訪問老窩 叫老窩年輕人過來讀書 你從一個喜劇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都頗有娛樂性 另外就是中電又說可以 研究如何在當地有再生能源 有些就說在那裏進行融資 真的很有創意 在老窩進行融資 叫他們來香港進行融資 就是上市 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的確有很多IPO上市 老窩這些國家 很多人活在貧窮線以下 有少數企業 但是你叫別人來上市 就是叫那些 我們叫山區兒童來香港 吃麥當勞一樣 是吃半島米芝蓮 是吃家樂樓 老窩怎樣來香港上市 上得來的就是極少那些貪官 你叫他上來上市就行 你應該去緬甸和柬埔寨 叫KK元老闆來香港 叫KK元老闆來香港 是吧 是吧 來香港買樓 是吧 來大量綁架的婦女 勒索 拉大陸仔 拳打腳踢 用電棒來電擊生殖器 有很多片 YouTube看到的 鬼哭神號 勒索回來的錢 就是在香港買樓宅 有的 這些錢要找出路 至於老摩有什麼東西 可以益到香港呢 我真的想不到 譬如說老摩有沒有那些 毛術在森林裡面 譬如說有沒有毛絲 可以發展一個 叫做養鬼仔的產業 做養鬼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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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現在貧窮嗎 我知道泰國有 泰國旁邊的老摩也有 老摩現在便宜 可以叫一些明星 或者一些港太 家裡的老公 如果出去在大陸 包了一件兒子 那你就過去去老摩那裡找些毛絲 聊聊 有沒有些鬼仔 收拾兩件回來 和你作法 還是找找神醫 菲律賓以前有的 香港和菲律賓70年代 那時候有一個叫做神醫旅遊團 每次生癌症 生到末期 在香港養活都搞不定 就可以過去找神醫 除非這些 這些你不要小看 是一種文化產業 是可以發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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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現在李居明蘇雲峰 都找到彭彭聲 在玄學方面 養鬼仔也是一個玄學的產業 所以我們提一些建議 我都留寡問 我給大家一些資料 不要我們口說 覺得老摩人找不到食 的確別人有大學的 也有大學生 BBC在去年10月也有一個報道 採訪一位叫做 Joe的老摩頂尖大學畢業生 22歲 他獲得什麼呢 英文語文專業學位 應該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但是訪問他的時候 他就想離開老摩 為什麼呢 他就說分析這個國家 背負了很大的外債 當然是一帶一路倡議 中國借給老摩的錢 那些內容 待會再說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這位Joe 他就說 其實他現在比較覺得絕望 覺得國家沒有什麼前景 另外他訪問到另外一個在酒店工作的普通人 就未必是高級知識分子 就是在前台的接待員 他說他的月薪是125美元 如果算一算 即是不夠一千元 九百多元港幣 那就是說 我們有個概念 老摩人一般打工仔 已經算好了 在酒店做接待員 有九百多元港幣一個月 那你計算一下 他們究竟有沒有能力來香港玩 以及來香港吃麥當勞呢 是不是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有路數了 如果那裏只有九百多元一千元的月薪 你就可以在香港取代 非熔和印熔引入 即是窩熔 知道嗎 窩熔 你在那裏酒店做適應 只有它一千元 你在香港 你給窩熔做 即是叫做Domestic Helper 就可以降到兩千元 因為你現在非熔、印熔、太熔 就已經這三十年 最低身已經是四千七八百元 我們現在香港 你應該養得起嗎 多少中產階級 這幾年不行啊 香港經濟萎縮 對了 還怎樣養得起 供得起家裡 一個非熔四千多元呢 你是不是應該水退船低 去老窩那裏發掘一些窩熔 回來打工呢 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老老實實淡淡肉 那個工資 香港來到這個老窩引入 那裏的婦女進來打工 就是二千元就可以了 全香港的港太感激你 你有沒有簽這個協議呢 有沒有呢 這個就是實際了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一隻刺 這些代表團去跟他講什麼 跟他做一張長桌學你們的老頂老宅 哦 中國香港和老窩的友誼 遠遠留長 根據考察是可以 可以回到七八年前 中國的鄭和夏西洋 聽說在馬六甲 雖然停了三個月 不過傳說中 鄭和帶著幾個人 經馬來半島進入老窩那裡 去尋找美食 所以中國和老窩 合則兩利 分則兩海 山連山 水連水 血濃於水 說一下這些話 好了 今天老窩之行完 第二站 就是柬埔寨 會不會好些呢 你說得對 柬埔寨有看頭嗎 有看頭 現在柬埔寨 李家超 跟柬埔寨首相 鴻馬內 會面 李家超這樣說 柬埔寨有豐富的旅遊資源 而香港的旅遊方面也有很多吸引的地方 是時候雙向旅遊 大家都可以推廣 這句話就是 你在香港見過多少個柬埔寨旅行團 香港人有沒有去過柬埔寨 我就去過 這番說話它適合了一半 柬埔寨確實有很豐富的旅遊資源 第一旅遊資源就是在金邊 然後搭一個短程的飛機 去到蟬埔寨 蟬埔寨有一個1975年至1978年 當年的赤簡 那個叫做大屠殺 血肉屠城的紀念館 蟬埔寨 蟬埔寨的屠殺博物館 好像叫做S21 你有做公布 你去過 我親自踩線去過 很壯觀 這座本來中學校舍 後來拿來做刑場的 叫做S21博物館 是必到的景點 萬萬不能錯過的 那就是一個以前的中學校舍 是被中國共產黨 中國人民偉大領袖 毛澤東親自支持 中方所稱的紅色高棉 也就是赤簡的領袖 華人驅趕出鄉村 然後逐一屠殺 這個S多少 什麼紀念館 就是一間中學校舍 就被赤簡 用來做刑場 將平民進來 劏土 電擊 然後最終全部屠殺 我進去後 首先看到一個金字塔 一條透明的牆樹 裡面全部是骷髏骨頭 我自己當時 十幾年前去過 走進博物館的時候 就踩到下面的泥 那些導遊說 你小心 那裡還有一些鞋骨 還有一些碎骨 還有那些被赤簡 屠殺的人 留下的牙齒 還陷在泥路上 一瞬間看一看 真的有 然後那些牆桌 綁住那些平民 和他老共無冤無仇 總之他不妥理 拉進去後 電擊鞭打 那些小孩子 那些嬰兒 只有六、七個月大 就授地用一隻葵葉 不知道是什麼樹 那些葉 那條邊有鋸齒 然後把它扔進去 那些葉 讓那些嬰兒 開堂破土 極為壯觀 這個是確實 應該是推廣旅遊的 甚至要將來龍去脈 為了香港中學生之間 培養中國人民的身份認同 最好去柬埔寨之前 是在課室那裏放幾段片 例如以下這段片 就是波爾布特 這張圖片 就是波爾布特曾經訪問中國北京 接受中國人民委大領袖 毛澤東主席的會見 毛澤東是非常讚揚赤簡勒的建設成就 我們在那裏消滅了整個階級 中產階級 專業階級的敵人 毛澤東說做得好 這些我是想做 但是還沒做得成 接著波爾布特就報告 我們想取消所有的貨幣 實行以物換物 毛澤東說更加好 這回到原始共產主義 所以波爾布特和中國很有淵源 接著我們看看這片段 就是在毛澤東死亡之後 另一個英明領袖華國鋒 做了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主席之後 也熱情邀請波爾布特去北京 我們看看這片段 陳沐華同志等到機場迎接柬埔寨戰友 另外還有中國毛澤東是委託他最重信的文人 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家張春橋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在1976年訪問柬埔寨 你看他的氣勢非常之厲害 今天的香港人或者會問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訪問美國 在美國很多愛國華僑一定走到機場 在大街上吹著五星旗歡迎 為什麼當日張春橋副總理訪問赤簡的時候 不見華僑社團拿著中國國旗去機場歡迎 這個問題問得真是好 因為那些華人已經被赤簡這位 頭頭叫做波爾布特 都被拘捕去金邊 所以你想找回他們的遺跡 就要去血綠逃場的景點 好 接著中國總理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 也去過柬埔寨 也得到波爾布特的熱情接見 波爾布特還親自接待鄧穎超 就去胡歌忽參觀 這就是豐富的旅遊資源 也是一個非常之去到那裡一定要去的景點 胡歌忽 在六百多年前的一個神秘的城市 在那時候有藝術非常之躁藝高的石雕 以及一些很高的參天的大樹 然後鄧穎超也高度讚揚波爾布特的建設成就 包括將整個一二百萬的柬埔寨人和華人 用他們的方式 我不會說屠殺 千萬不要說赤簡大屠殺 這個名詞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宣傳 正如你現在不會說六四是天安門大屠殺 你自己猜那個是風波 所以那次赤簡是1975至1978年三年期間 是用他們認為適當的方式 將多達兩百萬柬埔寨人和中國人 送往輪迴再生 所以他現在這個亮點的景點就是在簽個中學 這個當時的營場 你去到你還看到很多當時被送往輪迴的這些人 臨死之前赤簡和他拍張照 很多還面帶微笑就充滿正能量的 所以香港人包括香港中學生 我非常贊同 一定要響應李家超的號召 柬埔寨這個豐富的旅遊資源 是舉世所目 出發之前要讀一讀歷史 知道中國和柬埔寨革命領袖之間 血龍於水的感情 知道嗎 很多東西要看 這個博物館是很精彩 亦令人心寒 我想世界上只有和奧斯維爾的集中營可以比較 因為你去到那股味道 是有一股我不可以說是腐臭 但是令你很不舒服的味道 而且在牆上 我記得當時有個攝影師 幫那些遭受到酷刑或被屠殺的人拍照 牆上一幅幅的照片 令人不寒而律 你記得有一張鐵床嗎 他故意在中間 就是綁住人在上面 視你所說的刑罰 這些全部他都保留了 這間博物館是沒有經過收息 可能是沒有錢 而他特別是想還原當時的感覺 所以這部份是值得旅遊的 好了 就說回這個 剛才你說過 不應該叫屠殺 應該叫什麼 如果根據中國的教科書 曾經說過 這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都是艱難探索 會不會是柬埔寨人的艱難探索 這種 今時今日大家都不提 不記得了 但至少他們還有一個博物館放在這裏 不知道香港的中學生有沒有機會 遊學去那裏 了解一下這些紅色膏綿 共產國際 做下的一些反人類的惡行 這種情況 但是回到柬埔寨 其實近日都有一些新聞 我不知道李家超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先後有幾百個在柬埔寨進行見訊詐騙的中國人 被引導回到中國 這個也是好事 因為中國和柬埔寨有建交 也有引導票 那麼這種情況 就是說 其實中國和柬埔寨有密切的經濟關係 那麼李家超應該是把握這個機遇的 這些柬埔寨的國家裏面 什麼的經濟 除了農業之外 就是這種最有叫做經濟效益的 就是我們以前上年都說過西哈魯克港 那時候一連串這樣的發展 大量的人民幣湧進去 令到很多中國人湧過去 想窮都難 那時候簡直是一個小心陣 各行各業 都無聲特別是地產 很多人就投身地產行業 這種情況 其實李家超是不是應該 叫香港的商界 考慮 既然現在這些大陸人撤出 個個被人捉回到中國 就坐牢 這個是一個經濟上面的 叫做什麼 真空狀態 就是可以收拾便宜貨 這些中國人或者香港人 最擅長投資 就是無論以前 沙士好 或者COVID好 樓價一跌 有人懂得掃便宜貨 今時今日也是 股票低迷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收拾便宜貨 那你就去柬埔寨西哈老闆港 收拾便宜貨 現在香港 這些人不是缺錢 是不投資 不投資香港地產 怕跌 那你就去西哈老闆港 那這些人 我覺得是比較實際 最好 就好像以前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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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說 整隊人好像也是官方的 沒有一個商界 也沒有其他文化界 歷史學家 那些 應該去柬埔寨 去開拓這些東西 陶先生 因為柬埔寨西克魯克港是近年一個人口反運的轉運站 就經西克魯克港在那裏轉網 將人俘虜轉網去緬甸KKU 西克魯克港的貿易層次很豐富 有販賣器官 有性侵靈藥 還有很多中國人在西克魯克港結成社團拐賣其他中國人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是非常另類 還有一座很出名的 可以比美長期軍艦島 因為很多中國的地產商或老闆被捕回中國受刑 現在沒有房地產 柬埔寨西克魯克港有五百座鬼建築 這是一個景點 和長期的軍艦島是一模一樣的 你也知道日本人很懂得經營 將一個廢墟都經營成景點 世界文化遺產 於是很多香港人或國際遊客 都可以捱著運船浪 給那麼多錢都要上岸去打卡 西克魯克港的五百座鬼建築 你一樣可以包裝它 成為長期軍艦島式的廢墟式的遊覽 這種都是旅行團的一個發展 現在香港的下一代就懷念這個殖民地時代 入了70年代所謂港英館治的時期 所謂港英館治70年代的百花齊放 最往的就是旺角 旺角裡面的黃島獨都齊齊了 加上九龍城寨 如果你想再次體驗70年代殖民地的百花齊放 其實西克魯克港是有很好的選擇 香港年輕人加上大陸的小粉紅 可以過去西克魯克港 那裡是一個販毒中心 在2022年很厲害 西克魯克港的警方 據說是偵破了一宗900公斤的K粉案 它不是白粉 它叫做K粉 叫做K他命 裡面包括很多多姿多彩 還有一些冰毒等等 先後拘捕了兩個柬埔寨男子 還有八個中國人 你不要看這些東西 就證明有地下經濟 對不對 所以呢 都挺挑戰性的 對不對 還有很多其他的 古靈精華 花花綠綠 種種的貿易 例如《文匯報》報導 就是柬埔寨副總理親自出馬領軍 重拳打擊是人口販賣 還有KK園區有很多 是乱了東西 被人騙了不得有條命 回來的香港人 這些地方確實你不要小看 不要有種族歧視 有商機 這些商機是另類的商機 是給膽正命便宜的人 過去碰一下機會 所以柬埔寨比起老窩 我覺得是精彩很多 要旅遊景點有景點 要商機有商機 要發達有發達機會 要江湖也有江湖 所以回來 怎麼做KPI和對立法會的議員 去回報一下 有些人問 關我們香港什麼事 這個都問得好 所以柬埔寨在赤柬時期 與香港的關係 與香港新聞界維持過一段佳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麥華章 《大公報》記者馮仲良 兩個代表香港新聞界 到達北京 親自訪問赤柬埔寨領袖波爾布特 赤柬埔寨 波爾布特親自會見這兩位記者 當時柬埔寨也在座 波爾布特向香港新聞界 報導了柬埔寨建設的真相 高度讚揚香港記者 感謝他們遠道而來了解狀況 並且希望記者回到香港 將真實狀況告訴香港和世界人民 波爾布特點名感謝《文匯報》和《大公報》 對於柬埔寨人民的同情和正確評價 兩位香港記者也熱烈讚揚 楊錦帆寨共產黨赤柬埔寨 對於建設新柬埔寨和反對越南 和擴張主義大國侵略的鬥爭 1978年9月24日 《大公報》刊登 是波爾布特的獨家專訪 其中一段嚴正駁斥西方外國勢力抹黑赤柬埔寨 他說《世界上帝國主義》宣傳反對民主柬埔寨 即是赤柬埔寨 他說赤柬埔寨是受到人民的反對 說柬埔寨不穩定淘汰人民等 但只要有頭腦的人 就可以分析並作出冷靜的判斷 你們在幾個省參觀過 是否看到民主柬埔寨有暴動呢 你們是正日你們一定會了解 但是柬埔寨革命如果沒有人民參加 革命就不會勝利 這一段就是當年赤柬埔寨 就透過香港記者 告訴香港人 赤柬埔寨是一個 多麼和俗 和對中國人對香港人友善的環境 這是復筆 我們今天是閱讀李家超訪問柬埔寨回來的成果 就要紀念1978年香港新聞界的記者的前輩 他們已經在前面為今天留了個復筆 可惜這兩位記者去了三個月之後 1979年1月 就越共攻陷禁邊 就扶植親越和親蘇聯的另一個政府 即是現在的洪森 就結束了赤柬的統治 而波爾布特就率令那幫解放軍 就進入森林反抗 可惜無力是挽救敗局 直到波爾布特1998年在森林裡 是心臟病死亡 所以香港你不要以為 你現在美國歐洲和你脫歐 有這樣的歷史語言可以重新和柬埔寨掛歐 所以都可以說是一段歷史佳話 是嗎?阿寶先生 其實我覺得李家超也很有創意 也很有想法 既然現在歐美 包括美日這些國家 對香港的投資 或者旅客都不來 的確是要開拓一下 既民建聯走去東盟國家 走一轉 坐完商務 吃完這個勒沙之後 現在輪到李家超 走一轉 越南、柬埔寨、老窩 不失為都是一個方向 希望吸引到越來越多這些 裏面的人才 別管別人是否詐騙 還是騙人 還是拐賣 這些都是一些專才 看看可不可以 令他們改邪歸正 又或者吸引他們來到香港 繼續發展 或者在大陸幾百個坐完牢 那些電訊詐騙的時候 可不可以吸引他們來開小巴 或者吸引他們來香港 補充這些人口 這些全部都可以很積極的 但是要記住 人家老窩、柬埔寨的人民 那些血汗錢來的 你不要經常叫人家過來香港旅行 因為香港的旅遊成本實在太貴 大陸人這麼有錢 下來都是吃兩頓飯 你叫柬埔寨和老窩的遊客 來吃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要體諒一下人家的經濟水平 不要殺雞取倫 是的 我擔心如果你可以放給柬埔寨遊客過來 如果他們有錢過來 就會和大陸的遊客搶食兩頓飯 以及在街邊爐縮 可能會大打出手 不過如果大家遇到的時候 希望我們香港人解釋一下 中國人和柬埔寨 尤其是波爾布特 大家血濃於水 大家都是自己人 不要這麼多不開心 不過這些是後話 等到發生了才算 今天風雲公時間到達了 多謝各位收聽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 請記得按LIKE 下一集再見 明偶風雲回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歡迎各位 準時收看風雲高 多謝各位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和白偉聰 非常歡迎 感謝各位的長期支持 還有加入我們的基本 訂閱群組 按一下小鈴鐺 現在放暑假 香港的中學生很開心 如果有錢的話 當然就跟著父母去歐洲坐郵輪 或者去日本 日本就熱了一點 現在這個八七八月 我想去南歐坐水加勒匪海 或者坐水地中海 經這些羅馬 匪冷脆 拿玻璃 媽媽又上岸去購物 買一些Gucci 尼巴達 老爸經米蘭 就訂購下一輛的法拉里 或者林保堅尼汽車 也很爽 家裡住 讀三級 冰衫 沒有那麼有錢 都跟著父母 有錢仔叫爸爸媽媽 沒有錢就叫爸爸媽媽 跟著父母 也不差 去大灣區 喝喝吃吃 海底撈 還有這些炒粉炒麵 還有這些海鮮 也很棒 不過 九月開學 好消息來了 留在香港讀書那些 我先向你們報起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下令 初中公民經濟及社會科 今年九月在法文一或者中一 正式推行 教育局公佈新的課程指引 新增加 落實愛國主義教育 第一次引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 即是這個一國沒有兩制 就要求中三學生 恭喜你們 真是厲害 學習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好了 蔡若蓮局長親自設計 教育學的策略 指引教師安排 組會及周會 除了 升這支中國國旗 和唱中國國科 引渡和訓令的學生 是喊咪唱到 噴嘴流眼淚 現在加影國旗下的講話 不要以為 你口默默唱完 那支中國國歌 就能去廁所 不要走 加上叫做國旗下的講話 跟著組織學生參加 以國家發展成就為主題的 叫做班制迫步設計比賽 這些學生回家 或者 nossa也是 是 不是 我們 我們 上一集也說了 去柬埔寨 要更加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參觀金邊附近S21 這個叫赤柬 用另類手法將一百萬中國人和柬埔寨人 用他們適當的方式送往聯輪回轉世 那裡一變血腥和死者的照片都排出來 然後我們上一集也幫你們做了 播映華國鋒、毛澤東親自接見柬埔寨國父 波爾布特的短片 這些就不要走計 不過這次9月馬上開球 重頭戲也不是唱國歌講話迫暴 就是加開學習習近平思想 為什麼要加開學習習近平思想呢 我不太明白 因為習近平的思想博大精深 我告訴你 非常浩瀚 風起雲湧 打開來更厲害 比張大千那幅長江萬里圖 你知道嗎 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我告訴你 習近平的思想很厲害 你學一學不完 包括習近平的思想包括什麼呢 我告訴你 習近平這位中國 五千年第一位人 自從2012年上台 做了中國總書記之外 他的思想 我先提到協令說 最重要的是 要明確定義什麼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裡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構成習近平思想的主體 裡面包括十個明確 另外還有十四個堅持 十三個方面成就 六個必須堅持 堅持人民自上 堅持自信自立 堅持守政創新 堅持問題導向 堅持系統觀念 堅持在空懷天下 這是習近平思想 整隻大蟑螂砌出來之後 鋼和兩隻鋼和四雙腳擺出來的叫輪郭 你覺得還沒完 打開 掀開那個蟹殼裡面看的蟹膏 還是層次寬富 習近平有什麼思想 第一有習近平法治思想 習近平外交思想 習近平強軍思想 習近平經濟思想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 還有習近平公廁改革思想 都是習近平親自渣 下面還有 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思想 習近平統一台灣思想 每一個思想裡面 比如說 八字思想裡面 根據中國的官方 共產黨的那些官方網 已經有12、3、4、5、6、7、8、9、10、11、11、12大堅持 堅持黨對全國全面 依法治國的領導 堅持人民為中心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堅持依顯制國、依顯執政 堅持在法治軌道推動 國家自理體系、自理能力、現代法 堅持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堅持 我沒有起讀了 你自己上網 真是很恭喜香港的教師 和香港的學生 九月新學年 原來你們多了 哇 這麼多新課程 我真的替了BNO 去了英國的香港家長 不行 在那裏不能學習近平思想 真可憐 去讀GCSCA級 寄宿學校和政府學校 只讀英國憲法 歐西洋歷史 Fee Camp Buy 和平時看英超聯歐冠杯 喂 真是跑了才是老襯 對不對 不過這樣 你現在八月來了 九月你開這波 要學習這麼博大精心 比愛因斯坦相對論 習近平思想 請問找些什麼來教 找些教師教 先生懂嗎 全香港幾千個教師 有多少個是習近平思想專家 有沒有教育民憑為證 教師是否自己先要 是吧 兵分三路 一路去北京 一路上海 一路廣州 分別進修 這個叫做習近平思想 叫做教師學習班 讀完才回來 教教小朋友 是吧 教師如果沒有資料 用什麼 習近平思想被你教壞 習近平思想很神聖 你知道嗎 好像可蘭經 可蘭經 你要說 你要知道 在整個中東沙地阿拉伯 有一個制度 是要根據穆罕默德的先知 以及根據各個地方的清真寺 會有教主和阿控 是吧 然後是統一 有一個教材 你現在這樣請問你香港特區政務 蔡若蓮 那些統一教材 用簡體字印的準備好沒有呢 教師懂不懂呢 一個月 是不是要教師馬上開球呢 還有教師多了呢 教學的時數 如何補水呢 不要再說一說錢 習近平一定會跟你說錢 怎麼會不說錢呢 習近平不是毛澤東那時候 對不對 對不起 有些烏鷹飛過我 捉一捉 是不是這個天大喜順呢 鮑先生 我只能夠用一句英文 做開場白句 What can I say 這個習近平思想放入了 在中學的教材裏面 其實這個呢 我相信呢 是時間的問題 但是想不到呢 來得這麼快 還有來得這麼精彩 短短的一個月之前 在開學之前 8月1號 就宣佈這個喜順 真的等你呢 退學都退不及了 陶先生 你知不知道 因為你退學之後 你不能走啊 你不能走啊 如果你早幾個月 不多 早三個月 五六月 那大哥 都還趕得及了嘛 你8月1號 走不了了 對不對 大家9月1號一起上課 這一點 沒錯 這一點呢 先不講教材那部分 因為呢 你說香港沒有而已 大灣區有嘛 在中國大陸 調多些教師過來 或者中聯辦裡面 還有人才背出 可以做多些培訓班 用時間去解決問題都可以的 但是呢 我覺得就 這個習近平思想 就是博大精心啦 那麼香港有沒有一些 人才呢 可以首先 首先 由他們去舉辦一些講座 或者是一些 叫做培訓班 給一些老師和校長呢 先上了那些 那些習近平思想的 精神的課先 如果不是呢 我真的想像不到 他們怎樣可以去講授 還有 我覺得一定要錄影 什麼叫錄影呢 這個課室裡面呢 應該要擺設多個鏡頭 起碼有三個鏡頭 先對著老師先 即是左中右 是吧 因為呢 好像Donald Trump那樣 說話 有時候要搖來搖去 那麼你要拿個鏡頭 那麼另外呢 就起碼有八個鏡頭呢 就要圍繞著課室 就看了那班學生 恐防他們學習的時候呢 就是太過亢奮了 你明白嗎 還有呢 就是在那裡交頭接耳的時候 在那裡聊天 在那裡討論著 習近平的思想的時候 會令課室秩序有問題 那麼所以呢 這部份的錄影呢 應該要傳檔 起碼要傳檔三年 直至他們呢 在高中畢業之後 DSE入大學之前呢 是要拿來作為入學的一個參考 不要說是資格 看看他們上習近平思想課的時候的表現 和那些老師教得好不好 那這些呢 不是開玩笑 其實現在很多學校都在推行著 已經倡議過課室裡面設置鏡頭 我覺得特別要上這個習近平思想課的時候呢 當然 我已經慢了 你明白嗎 這一點 是啊 我真的替你全香港的教師和家長開心 知道嗎 你一定是說你陶傑在那裡幸災樂禍 你一定是想高興 不過呢 我就有一點點建議而已 這個原因 你特區政府說 這個叫做愛國主義教育 愛國主義教育呢 他主要的內容 剛才也說了 是不是 就是呢 這個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我剛才說了幾大方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憲法和法律 國家安全和國防等方面的知識和觀念 還有其他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內容 這一部分我稍後再說 首先 愛國主義教育 你頭炮就是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我想問一下蔡若蓮 現在愛國是否等於愛習近平 你有沒有看現在你們共產黨 那個叫做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議 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議 不只是突出習近平思想 他還抬起毛澤東思想 這個鄧小平理論 江澤民三個代表學書 這三個代表 和胡錦濤科學發展官 你自己去看看 簡體字 現在最新更新的 你們的共產黨 三中全會的決議 已經將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 江澤民學說 和三個代表 和胡錦濤科學發展官 抬起來 愛國主義 不只是愛習近平的一個 請你愛喝水思源 你們的偉大領袖 當中的政權 他以為 我要と愛喝水思源 那些人在頭條 中國人很現實 所以我現在很溫馨提示 這些中國人 你們的神主派的祖宗不要只眼睛睛看著現在眼睛睛生歐歐的家長 你們的阿爺、曾祖父、遠祖這些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的理論 全部構成現在的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用回大陸佬的那種名詞,明白嗎? 怎麼知道習近平的思想呢? 如果這樣就更深了,你要挖回這三個代表 科學、發展官、和諧社會等這些東西出來 我看大大話話是超過一千萬字 一千萬字,官方文件 請你先向中國政府,即是你們的阿爺 麻煩你先拿回一個模特兒的教程,課程 不要等那些先生亂教,知道嗎? 我怕他亂教會弄得出鬼了 還有,國家安全、國防還沒救 還有其他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內容 其他,其他很多的,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內容 我就想起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在四、五個月前曾經說過 那套愛國主義教育的電影《長津湖》 應該在全香港的中學大大小小放映一次 我請問蔡局長放了沒有?放映了多少間? 有沒有? 香港愛國愛港的民建聯李慧琼 曾經提出 至少要在中學 要有一個學期 在大陸,即是他們聲稱的內地上課 什麼時候開始? 九月有沒有? 你這個學習習近平思想 是不是吹水? 我問你 不可以吹水 習近平辦公室 他會定期問你拿KPI 好了,還有第二 學習是不是水過壓背? 要不要考試? DSE是不是要加尼科? 習近平思想DSE 那就恭喜I讀IB那幾間 外國勢力不用考 習近平思想DSE 不用考 除非寫信去瑞士 還是南美洲阿根廷的IP總部 叫他加開 好嗎? 是吧? 讀國際學校那些 是吧? Vivienne Kong那些 拿劍擊金牌那些 不用讀 讀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 用不用? 還是國際學校英基 半島 這個 這個 新加坡 還是美國 加拿大 全部流亡之語 為什麼國際學校不用讀? 這是第二 第三 那你的大人 要不要以身作則? 教師自己都要讀 那麼蔡若年局長 你自己有沒有一個 叫做習近平思想 這個中國人民大學 頒授的 習近平思想 的碩士學位 香港特區行會 全體 由葉劉淑儀 帶頭湯家華 那些全部都要修讀 特區政府司局級官員 陳國基 曾國慧 用不用? 楊潤雄 用不用? 既然你推得這麼急 當然這個是非常緊急的要務 對不對? 然後你推給中學生 中學生 我高頭 你的大人沒有過識 教師沒有過識 你叫他學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你愛國主義精神其他內容 你先放一套長津湖 是不是? 九月開學 拍吧 是不是? 我覺得最精彩的部分 其實就是蔡若年局長的教育局 建議老師安排學生透過組會 或者州會 進行國旗下的講話 這部分 我就覺得 什麼叫做透過學生 鼓勵他們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 不用鼓勵 這些直接是委派他們 去舉行國旗下的講話 主要是講什麼 我都不知道 總要是講一下 怎樣愛國 或者他怎樣愛習近平 或者彭麗媛婆婆 我阿依依那些內容 是啊 你想像到當時的畫面 我又問一個問題 是不是需要用普通話去講述呢? 會不會更加全神呢? 當時的依仗 這些不用說 不用藍條紅領巾 臉要不要塗到紅磅磅 好像少年功那些表演呢? 上去是不是要用一些比較 激昂誇張的 類似朗眾的方法去講述呢? 這些全部呢 我覺得就是未來的中學裡面 組會裡面 一些身家的很豐富的內容 但是當然 其實我贊成你的說法 首先 由上面做起 由校長開始示範 接著去到 副校長去到科主任 其實逐一都應該要 首先由他們進行國旗下的講話 你不要先搞學生 學生其實很願意做的 是吧? 但是最緊要你有一個叫Model 以身這個示範一下 令到大家知道 怎樣進行國旗下的講話 而國旗下的講話的時候 是不是要插旗在學生的背部 後面的高處 那他才配合了那個畫面 那這支旗 是不是又要 就是 度身訂造 那個旗座呢? 那這些又要搞一輪 那還有 班制逼步 是要講國家發展成就 那就行了 你知道了 班制逼步 逼步這件事 我年輕的時候都有做過 通常我們自己訂主題 通常 小學就飛琴走秀 那些科學 或者什麼天文 宇宙 七大行星 那些八大行星 那些內容 那現在全部可以不搞了 那以後就搞國家發展成就 那就是高鐵 什麼上太空 跟著一帶一路倡議 全部這些這樣的事情 那裡面呢 你提到那些什麼 什麼三個代表啊 科學發展官啊 和習近平的八個確定 和十四個堅持呢 的確是難記的 但是我們可以吸收一下 一些教會學校 那你如果教會學校裡面 有一些聖經 都是金句的 什麼神愛世人 並將獨生子刺 給他們 這些呢 都會黏在壁布 和下壁的牆壁 全部教會學校 將這些都撕下來 那就換上那些十四個堅持 什麼八個確定 是的 是的 那以後就洗腦式 那些學生上上下下的時候 就不用看那些神愛世人了 就看那些叫做科學發展官 和什麼叫做三個代表 那整間學校呢 就很多場的嘛 全部都連滿了它 不要只是迫布 因為這樣呢 都會浪費了那些空間 那種叫做不要說洗腦式的教育 是一種浸淫式 現在很流行說 好像什麼旅遊 浸淫式去旅遊 就是你好像進去了那個環境 好像是真的 好像去到哈利波特的那個film park 你進去了魔法世界嘛 一樣 你去到這個學校的時候 你浸淫進去習近平思想的世界 是的 主題公園化 甚至你可以不時投射一下習近平和彭麗媛 這些他們外訪或者他們上下飛機 或者出來被接受獻花的這些場面 不斷在電視上整個大屏幕 在學校的正門 不斷在滾桶式播放 這些呢 我真的認真說的 不是開玩笑 真的可以做得到 這個浸淫式做得到 就是慢慢浸淫 然後呢 兵分兩路 教會學校聖工會那些 找管豪明去率領 當然要領回不經費 三軍未動 耶穌未動當然是捐獻先行 對不對 另外還有其他那些 非教會學校佛教那些 就由愛國學校去領導 培喬漢華香島去領導聖寶羅 這個拔稅 這些其他還有什麼聖心那些 好了 另外有些擔心就是 會舉辦這個組會 扯圓之中國國旗 就要舉辦國旗下的講話 國旗下的講話 國旗下的講話 有沒有講話大江 不是亂說的 國旗下的講話講什麼 剛剛說回來星期一 周末之後 早上國旗下的講話 天天這樣講 講開沒有話沒有內容 先生大江 變成國旗下的大灣區 飲食場周末交流資訊講話 是不是 昨天去哪裡 我昨天去江門吃蟹 是不是 你呢 我就去珠海 吃這個叫九格重慶火 你呢 我呢 就去了這個廣州 這個竹城 吃這個叫陳村粉 喂 你那碟好不好吃 好啊好吃 喂 聽說不是啊 你那帶好像有地溝油 不會的 根據習近平 治國理政的飲食領導思想 是發現地溝油 國家一定從嚴處理的 這是第一 第二 還有 就是要主辦 這個叫做 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 香港的經濟發展與國家物不可分 等學習內容 當然要請學生上來 講一下 有什麼心得 請到天水為 知道那個那個小妹妹 上來講 叫做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 香港經濟發展與國家物不可分 她上來這樣 不會不會 然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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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啊 自從大灣區之後 我爸爸 坐高鐵 慢慢說 慢慢說 每個禮拜 全部都去了東莞 慢慢 就讓他在這裡認識了一個新媽媽回來 我媽媽 就摸了我爸爸兩巴 誰知道 誰知道 給我爸爸在家裡 拿白蘭拳打腳踢 她就是要娶東莞的那個新媽媽 她說 那個新媽媽下來 是可以跟她開足肉店 是可以對我們的家庭的經濟有幫助 那個媽媽 腳底按摩很厲害的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新媽媽 很多 這些算不算 香港經濟發展與國家 大灣區物不可分 你少擔心 教師 要請社工 做心理副讀 不要緊 國家在後面做後館 是不是 多一個新媽媽 那個都是祖國的血肉同胞 對不對 何況她也說了 下來和你爸爸一起搞足肉店 那將來你自己親生的媽媽 那個媽媽 都多了錢 都多了錢 這些就是經濟物不可分 和改善生活 是不是 多知多彩 你少擔心 其實我覺得國旗下的講話 題材是從來不決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網絡上看到其中一則的相片 裡面就看到了 看看這個圖圖 它是一個座談會或者一個交流會 就是寫著 用維企思維學習 理解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 即是捉維企都可以學習習近平思想 應該是2022年的維企協會主席去講述 那這一點呢 既然捉維企又可以學習習近平思想 那如果你上大灣區吃海底撈 何嘗不可以在海底撈的時候學習習近平思想呢 或者好像我現在這樣 拿一瓶Perrier的抗泉水 口渴了 喝一口 一樣可以在這一刻 沒有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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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點每一滴 每一個小節 無論他去到廁所 開大還是開小 這個時候都可以切實實地學習習近平這個治國理念 所以這一點呢 我覺得不乏題材 只要有創意 和比較深入地去了解習近平的思想 你一定找到內容的 到時候學生爭著舉手 排隊上去講 國旗下的講話 這個學習習近平思想及其相關愛國主義教育 當然也有課室的理論 也可以去港珠澳 遊客到港珠澳大橋 然後親自體驗 做中國人的自豪感 那你喂 要撥款才行 當然 我經常說Follow the money 這些學校的錢不夠 那些先生 那些先生的25年 武語教學 基本法教育 國民教育 港版國安法教育 23條教育 現在內國主義教育 再加一個習近平思想教育 那麼多獲教育 都以習近平思想教育最重磅 正如我剛才所說 博大精深 長江不擇細流 但是那些教師 我怕真的會教育到嘔血 是吧 應該是家人工 和給教師賠訓 你現在這樣說 你現在這樣臨時殺出來 你搞到香港那些學生雞飛舊 不要緊 8月10日 英國A級級 就算是GCE 放了榜 那些 那些 如果放了榜 那些 打算去英國 那些 就快點買機票 至於 Form1 Form3 那些 英國現在正在關門 不要去英國 千萬不要去英國 又窮 又經常下雨 那些東西又不好吃 是不是 陶三 我這樣說 我就這樣說 就要考慮一下 因為我真的認真 就是 現在英國很多香港人 聚居的城市 或者甚至鎮 那些學位的確是爆了 你如果 來之前 你沒有跟那間學校聯絡好 你要問清楚 他究竟有沒有位 修理的季子弟 你不要來到想著那間 Outstanding 你就一定能入到 很多的例子 我聽過朋友說 他那間學校對著他家 不夠200公尺 他也進不了 還要計算 計算一百幾十個位 現在英國的入學情況 我可以用一個惡劣去形容 真的很多學校是無謂的 所以 不要 現在8月1日 雖然出了這一則的新聞 你不要馬上買機票 你馬上買機票 來到英國讀書 不可以的 沒有的 千萬不要 留在這裡 先讀一年 我只是說 習近平思想之強軍思想 很厲害 你要說這叫軍事 在新時代強軍目標 是要建設一支聽黨指揮 能打勝仗 作風休郎的人民軍隊 請問那些學生學了之後又如何 明確黨對軍隊絕對的領導 是人民軍隊建軍之本 這裡 習近平強軍思想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個明確 習近平外交思想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個堅持 習近平的法治思想 另外也有十二三個堅持 習近平的生態文明思想 每一句都很深 堅持人民自然和系共生 第二 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第三 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遂的民生福祉 第四 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 這裡還有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 香港有沒有人懂得教 香港九間大學 連條理農務是agricultural management 都沒有 你怎麼教習近平 思想中 統籌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 我警告校長和老師 千萬不要開樓灘 這次因為這是國家的任務 交給你們 你們等了很久 你們那份量爆滿 你們都知道全香港 老師校長的工資是關注全球的 如果你反過來問一下 現在過來英國的老師 他們就算去做TA 或者做教師 那份工資不見了一半 所以我們在風雲屋 我們早兩集是說的 特區政府辦這個書展 在包了三分一個廳 是擺了年度作家 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民選 我早就已經告訴你 你應該發動全香港中學 一人撲花套 撲花套在暑假那裡先穩定 對吧 我說了 你的書展那裡 年度作家 習近平那裡 拍了烏鷹 你做妹都不會找個十八區關愛 關愛大媽一人搶一套 給人民日報拍照 你現在 你九月搗套出來 那為什麼你書展那裡 楊潤雄不配合 去銷售這些教科書 是不是 陶先生有財路 你在facebook 不是曾經提過一個補習天王 那些補習天王 補習天王 五星星 其實可以開補習班 開習近平思想補習班 這條真是財路 是 DSE再加一科習近平思想 必修和必讀 是的 那就是指定補習 指定才行 不指定不可以 那看看蔡若蓮 哪個親戚 哪個姊妹 在這方面 可以補習班 是不是 那些水 我只是想錢 是財路 我對政治沒興趣 我只是每一個環節 都是由經濟的效益去考慮 所以 九月開學 去完日本回來 去日本 這麼過癮 這麼過癮 九月一日有好東西 你看 我們會跟進 風雲谷的家長 你要監察 你的子女回學 讀這科學 叫習近平思想的進度 直資學校都不要走 你國際學校就可以走 你直資那些 你不要阻閃右臂 一定要跟足程序 以及跟足教育局指引 所以我們不要緊 我們會和你 以結果為目標 監察KPAI 即是說 這個叫長津湖 蔡若蓮 每家學校要免費 放一個 放一圈 你都會走 你沒有做 蔡小姐 你沒有做到 一部電影 你都沒有做完 你這個 這樣的 習近平治國思想 你怎麼推行 也不重要 或者找阿翁 金牌選手 江文慧 首先做第一次 他先下來露演 是啊 去重點學校 去講幾座堂 給大家 賺分一下士氣 他好像去大陸讀碩士 是讀一國兩制 還是一國兩制思想 真的民無相處 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 在2019年 民無相傳 厲害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拜拜 多謝大家 記得LIKE 加強我們的推薦 多謝 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土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雖然各位準時埋位收聽風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特別會員 渠道風雲會 也是非常歡迎各位加入的 踏入八月 暑假放了一半 其實放了一大半 八月沒有什麼特別的字 接著八月底就有準備開學 雖然奧運香港隊 是做了兩個金牌 一個銅牌 是特別拿來和你吹谷和衝起 但是正如我所說 民主選票不可以拿來當飯吃 金牌也不可以拿來當飯吃 金牌只不過是一兩個人 那些 俊男美女、劍擊、花款這些東西 是光宗耀組而已 全香港全部推下去 一起開派對 只不過是一種麻醉的效應 為什麼 因為全港銷量最高的東方日報 就告訴你 香港的零售業嚴重了 引述政府統計處最新發表 六月份零售業銷售貨價值 臨時估計只有299億 300億都不夠 按年同期下跌是一成 很可怕 這已經是三月以來連續四個月的按年插水 這個可怕的數字 除了顯示旅客和奢侈消費的珠寶首飾名貴禮物 名牌手錶、帕克菲利普、努力士、汽車、 包括法拉里、破鼠等等 錄得超過兩成跌幅之外 本地居民基本消費的麵包、蛋撻、蛋糕 還記不記得蛋撻王、聖安娜 還有更加二、三十年前的超群餅屋 這些都是香港的全盛時期 這些香港本地的蛋糕、麵包的連鎖店 當你看到有超群餅屋和聖安娜的時候 還有每一區都有幾間 你就知道香港的經濟是多厲害 還有眼鏡業 我們六、七十年代 精益眼鏡、掌視、謀昌 到後來是抱怡眼鏡 連香港電視明星湯振業、斥美真、兩夫妻 一不勾都是出去開眼鏡店 然後開到發達的 這些你不要小看 基層的這些 賣餅屋、眼鏡這些 如果是由香港本地 是經營到連鎖店 香港的經濟一定有運行 現在是本地居民消費的 麵包、糕餅、服務、眼鏡行業 是按連下的超過一成 當然了 老生常談了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就說今年零售業困境難以改變 因為香港人北上少了 在香港逛街消費 加上匯率又高 七、八月又受港人外游 天氣惡劣等 翻風下雨的影響 這個協會八成半的會員 都覺得是前景悲觀 我們上次說了 九倉發表這個刑警 九倉整個海港城 是做高端最貴價的生意 那裡現在不用想了 現在是基層低端都搞到這樣 香港下半年怎麼捱 展望聖誕新年 還有明年的農曆新年 有幾多運行 還有很快要到十一月 就是這個余蘭節 不是余蘭節 鬼佬余蘭節 萬聖節 那個又是一個消費高峰 現在我們未來展望 十一黃金周 然後就是晚聖節 然後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 聖誕節之後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之後就叫情人節 情人節之後復活節 這裡六七個節日 加最少七八個長洲末 但是零售業這樣 香港你說前景剩下多少呢? 當然啦 數字就不會說謊 我又看了最新公佈 政府的2024到25年財政年度的財務狀況 在首三個月 即是財政年度四五六月 這三個月的第一季赤字 1200億月 財政儲備也降到6146億 自沙士以來是一個創新高的 政府有解釋 1200億的赤字 是因為未收到新鳳稅和尼德水 以及沒有發債券 所以赤字多了 這些就是他這樣解釋 當然啦 收了尼德水和新鳳稅之後 當然赤字就會改善 但是下半年會不會繼續有其他的支出 會導致赤字擴大呢? 這個就要計算 因為最新的當日財政預算案 我預計今年的赤字都是過千億的 這個數字就看不到一個補景 就怎樣可以回來 因為香港一向都是靠賣地這些收入 但是呢 就前一陣子政府已經停止賣地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扔了一些地出來都流標 因為發展商就不給面 不落標 或者甚至是不托價 於是乎呢 政府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所謂不想賤價賣地 於是就收回 再看下去如果每次都是這樣呢 除了沒有面之外 這個事實上呢 真的會影響到信心的 所以就停止賣地 那沒有收地的收入呢 那當然就整個財政的赤字呢 就會扩大了 那另外就 那些零售 旅遊大家知道的了 就是更加不振 現在呢 那個經濟的模式呢 靠地產又不行 靠IPO股市呢 又萎縮 我們說過了 靠旅遊業就兩送飯 那現在香港怎麼搞呢 所以東方日報就提出這樣的情況 叫大家面對現實 大陸就叫三塘馬車 這個叫基建 是吧 內需和出口 如果內需和出口 疲弱都靠 不是 靠這個基建 基建呢 如果你說大陸現在中央地方沒有錢 就靠一些老百姓放在地攤 就內需 香港本來 就死剩一份叫做內需的 香港自從五十年代經歷過很多的風暴 包括六七的暴動 七三年石油危機等等 和這個八九六四九七的大限等等 每次都可以反彈呢 就是怎樣都好都有個內需 為什麼呢 香港人呢 居住的環境很逼勁 因為住得小 所以喜歡下街 不是好像英國美國的家庭 喜歡買菜 回家煮飯 好像現在香港BNO很多移民去英國之後 他們的生活習慣都改變了 以前的港太在家裡 就要菲蓉煮飯 甚至呢 兩夫妻外面應酬 在校友會 救生 夜夜生哥 三餐在外面 吃一個月 吃了二十八九天 現在不是的 去到英國 一定會被迫自己 買菜煮飯 香港這個環境 是不會的 所以 歷來都是靠飲食業 零售業 下街買菜 下街吃飯 還有 現在一個行業 沒有理由現在會跌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汽車業 汽車業 很嚴重 竟然都是錄得 百分之二十五的跌幅 跌得多於一成 很嚴重 汽車和汽車零件業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全球的大氣候 就算經濟怎麼壞都好 汽車的銷售一定是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Elon Musk 馬斯克 是帶動全球的電動汽車 和無人駕駛的汽車 這兩樣就好像Apple 蘋果手提電話 Steve Jobs 帶起一個潮流一樣 就是說在十幾二十年前 全世界都是撲iPhone 都是撲蘋果手提電話 那時候香港一定是撲一份的 你看香港這個鬧市 都有Apple的零售店 和修理的這些店 現在就是全世界 包括美國、英國、歐洲 都是正直在說 換車 就是由汽油的汽車 換這個Hybrid 換電動和半燃油 豐田就是這方面的表表者 還有福士 甚至美國帶起馬斯克 已經換造不但電池發動 而且是無人駕駛 這是全世界最新的環意 是最煙的成人玩具 那不是為什麼中國的電動汽車 入歐洲和入美國都給歐美大家關稅 因為現在換新車 換電動汽車是全球的潮流 香港向來都是在這方面有新環意推出 一定是領先 是個個爭著換的 有什麼理由現在 你香港的汽車業和零件業 反而是逆世界潮流下跌兩成半 那些車主 你看香港有幾多本汽車雜誌 你看香港銅鑼灣灣仔和九龍 有幾多間車行 車行就是租地鋪的 因為一定要有這麼大 這麼大面積 才能放幾輛林寶堅來 還有我記得在大佛口 有一輛羅斯萊斯 有一個新車的車行 在王后大道東 不知道那間還有沒有 這些是新車的車行 頂住的舖租 尤其是地鋪 大面積的大鋪 那如果你說要頂得住這些租 那個汽車銷售業一定要承托得到 現在不是 汽車零件業 那個銷售是錄得25%的跌幅 那汽車業的老闆說港車北上 很多市民就喜歡駕車北上 還有如果是港車准許北上 香港的汽車更加好生意 更加多人換車 是不是 因為沒試過 幾十年駕來駕去 最多由石澳駕到天水圍 天水圍駕到清水灣 香港的車主 香港的車主 一向很多人 有佛拉里 有棵樹 是龍油淺水虎落平洋 現在不是 開放大灣區 開放大灣區 是香港車主的福音 可以駕駛車進去 大家鬥鏈 也可以一家四口 有一個大灣區 現在大陸不限制你 是吧 港珠澳大橋 你交費用 你就隨時可以跨境 香港人幾可試過 開埠以來 是可以駕駛車 是超越這個新界羅湖 天水圍 馬尿水 是可以植入大陸的呢 這個這樣的大環境 巨大的轉變 是不是應該刺激汽車業 那個銷程呢 為什麼現在這個行業 是跌兩成半呢 那你開放大灣區 有什麼用呢 開放大灣區 是不是應該刺激香港車行 那個零售遠景 現在為什麼香港 汽車反而跌幅 還多過其他呢 有些人說 很多市民開車 北上之後 在大陸為坐駕裝身 這個理由 我就很懷疑 因為大陸的汽車 自己的什麼 比亞迪出了 他那個售後 那個叫做 他的服務 都沒有外面那麼好的 所以你大陸的那些汽車 即使進入歐洲 那個售後服務 是比不上別人 那個馬斯克 那些特斯拉 甚至比不上豐田 是不是 大陸的那些汽車 怎麼會在大灣區 是可以幫你裝身呢 我看不到大陸 廣州上海 有香港灣仔 諾克道 或者這個香港仔 那些大街那裡的車房 香港有個行業 是香港人很引以為傲的 就是車房 車房的效率是很高的 你放一輛車去泵氣 換機器油 或者打雪種 放在那裡半個小時就搞定了 香港汽車修理行業 我覺得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 一點都不差過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 現在價格可以開車去大灣區 就好 香港的整車、零售 和換車輪 是一個很可靠的後勤基地 那你怎麼解釋呢 有很多解釋的 因為我離開之前 都有幾個做車房的朋友 也都駕駛去過不同的車房 去做一些維修 就好像你說那些叫做維修 那他們已經跟我說 真的快要倒閉了 因為真的越來越少人弄車 還有去找他們 那是很多原因的 那有些年紀大就過了身 那些車主就不要說了 那有一些原來其實他們的客路 就不是全部都是私人客 有很多公司客 什麼叫公司客 就是說譬如某些中小企 他公司有公司車的 有司機的 那些司機都會拿去做換油 維修 甚至是叫做驗車、軸牌 這些全部一條龍他們做服務 長年累月這些都很穩定的 但是在疫情之後這幾年 很多這些中小企公司 就倒閉就倒閉 或者是他們已經不再找他們做這些服務 那為什麼呢 那很多原因的 那除了是有些萎縮了 可能三架車變一架車 那有些就不造成結業之外 那另外有一部分 就是真的轉電動車 那轉電動車呢 原來在技術上 是不需要傳統車房那些服務的 那些什麼引擎換油 風格那些 不是那一回事 因為那個是摩打來的 那個摩打和電池要回原廠搞的 所以呢 你看到現在香港通街Tesla 很多的電動車換了 其實是趕絕了傳統的這些 環頭環尾 那些是車行而已 那些是整車而已 車房而已 車房和車行是兩個不同的分種 現在是說連車行 以前人夫代理Benz 這些叫車行 車行和車房的生意一起跌 你說的那些叫車房生意跌 就沒得說 年輕人又不喜歡入行 再加上COVID 現在說車行 車行應該有條數出來 是過去一年一個年度 盧斯萊斯賣了多少架 Benz賣了多少架 Tesla賣了多少架 Toyota賣了多少架 計算這條數是下跌 那當然了 大哥 那你見四大地產商的負債比率 和現在的地產行程 如果一個人自己層樓已經跌了兩成 甚至接下來三成的時候 他會不會買新車 這個純粹心態 調轉你層樓已經升了三成 那你就立刻可能會加案 或者心情好 你都會去換車 這個是很直接的 因為香港是車似品 有些時候 是真的要贏了錢 層樓升了 那你就會去看新車 否則的話 你就會把自己的車賣掉 賣掉之後 那你就一身輕 還有你不用交停車場 最近還有一些 可能有些影響的是什麼呢 公屋聽說 現在房署 就開始針對那些名車的住戶 進行入息調查 這個風聲吹了一輪 現在我也收到一些風聲 是真的進行 那很多公屋的車主 聞風先頓 就把車賣掉 他不會再買 就算現在你有錢 你住公屋 你敢不敢買一架 林寶堅來放在樓下 轉個頭 房署上來敲門 這些是香港現在的情況 所以這些就叫做 departmental bureaucracy 是一個政府 每一個政府都有 各個部門 是看著自己的單 譬如說食環處 走去捉那些什麼 那些黃店 什麼黃色經濟圈的時候 它是告訴你 你接到舉報數 一家黃店 就會多幾個人失業 還有香港的飲食業 就差一分 它不管你的 它只是食環處 是跟國安警兩邊拍檔一起做 完成了KPI 就可以了 現在李家超為KPI 你剛才說的房署 是捉這些公屋的父戶 它也不會理會 會不會影響到 香港汽車第一手車行的銷程 這些是話之理 那條數如果跌了 就交給陳茂波財政司司長去投車 這些不關房署的事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個個都是打份政府工 那個就是貼飯碗 十萬八萬一個月有支 三五皮一個月有支 永遠不用炒 我當然是做機械人 是吧 公屋說要收回 這些是上面 叫爺的意思 是吧 那我當然做 做的時候 我說知道你汽車那裡怎樣 還有 是會影響到那些車位價格 還會不會炒到百多萬一個車位 等於的士牌 還有沒有二三百萬一個牌 接下來這些連鎖反應 是有很多商品 跟著會貶值的 是會帶出血的 這個大浪蓋過來 可以說是一個警察政府 他這麼大的兒子 是沒有見過這麼嚴重的 這個是海嘯效應 是吧 所以我剛才說這個車行 車房是沒有理由下降 因為你一個大灣區 這個好消息是去補足 有車怎麼會 喂 你的車既然是這麼貴買回來 怎麼會不會手癢 是吧 周末是開車 這應該是中產階級 投入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就不需要走去 逼巴士和坐高鐵 他們應該坐車 一輩子沒試過捏車 捏得這麼過癮 每次你只可以去歐洲 或者去美國租車 才可以說是川州過省 是踩到110公里 現在香港根本沒有這樣的機會 現在突然間大解放 為什麼汽車的銷程會下跌呢 是不是 這樣才是大問題 這個才是香港的 銷售業的結構性危機 你現在不要說飲食 不要說舖租 不要說零售 只是說汽車這件事 就是零售業的一個台署 這樣搞下去 很嚴重 買新車的人少了 就是用汽車連帶 有關的消費行業 那些夜場 卡拉OK 夜總會 那些泊車仔 這些行業全部萎縮 即是說80年代那種風光 梅艷芳被人蓋兩巴 那種夜場卡拉OK 那些光不轉期 全部都沒有了 沒有靚車就沒有夜生活 沒有夜生活 在香港就提早關燈了 你還怎樣踏著腳踏 現在整座腳踏沒了腳踏 香港的車同兒 再嗅到糯道 沒有 organ 沒有製造 因為你過了黃金五小時 不至於激 infected 現在整個魔打燒了 燒了 你便拿去泌 不能 Dutch 拿去浸泡 被燒了 現在這樣做 先覺得最新 是發表這個零售數字下跌 是得人害怕的地方 不是只是說那些蛋糕麵包 那些連鎖店沒有 其實都集了很多家 當一個社會的大學生 都是在想著 如何畢業之後 儘快申請一間公屋 跟著做人生勝利組 如果是這樣的心態 這些汽車的消費 或者是買新車 或者是想駕駛靚車 更加是不可能 因為現在已經步向這種 躺平低慾望的生活 年輕的一代 其實本來買車 應該是年輕製的 年紀大那些 除了一部車 駕駛很多年 駕駛十年八載 不換車之外 念舊 還有很多時候 年紀大了 寧願不要那麼費神 我坐的士 坐Ober算了 買新車 或者二手汽車的市場 最蓬勃 應該就是年輕人 但偏偏 其實香港第一 出身率下降 另外就是年輕人低慾望 躺平 再加上其實根本這個社會 現在 年輕人 本來的四仔主義 說出來都很老套 這個字眼 但現在已經不再追求 這種情況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重要 令到你說的車行 即是說銷售下降 還有家庭面對他們的物業樓價 暴跌之後 沒有心機繼續養一輛車 因為這樣的時候 寧願節省一些錢 這種情況 現在的經濟叫做陰乾 是的 除了汽車業 六月的數字 百貨公司 消貨價值下跌是兩成 不是說那是人頭的數量 是消貨的價值 這個這樣的計算 就刮了李家超一霸 李家超說不要緊 撿了十間店鋪 還可以開回十六間 即是說 好像多了六間 即是說 由自入興 多了六間沒用的 多了六間 你現在十六間是什麼 是哪一級 還有賣的那些貨 那個營業額 有沒有以前十間那麼多 現在銀行分析員 東方日報報道 就告訴你 什麼叫做內行呢 就是六月百貨公司 他怎麼計算呢 計算消貨價值下跌兩成 總價值 說價值加起來 兩成 還有減至2022年9月以來最低 所以你口口聲聲說 開了關就行了 結束動態清零就回生 大陸的客人可以下跌 這是第一 第二 減辣又行 又是神話 現在第三 就是 伸長尿頸 看美國減息 第三炮就是不怕不怕 引到美國減息 就行了 第一 美國人告訴你 不減 你不用癡人說夢 九月減息是神話 是吧 這是第一 第二 就算減息 就像減辣一樣 減印花稅 救得到你的命 就像開放中港通關一樣 你現在什麼計算都試過 是玩完了 是吧 減息 美國人 你知道現在通脹多貴嗎 還有一條計算 發債嘛 現在香港政府 新世界都發新的債券 高達8.8 利息 現在無論是 這些地產商不行的那些 香港特區政府 收入不夠的那些 全部都是假裝美國人 在那裡發債 是 就讓你入局用高息 那究竟什麼時候爆煲這些將來的事 沒有人知道 是啊 這個火棒傳到什麼時候 你以為你是美國嗎 美國是全世界有資格發債 發到那個國債 是超過一百萬億美元的 它是不用說的 因為它是美國 你不是的 所以不要以為你 讀完兩個哈佛MBA回來 是裝了東西 不過這一步就是劉代後華 所以現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香港特首就拉隊去訪問 老窩、柬埔寨、越南 以前的紐倫港 現在正式變為老柬港 老窩、柬埔寨和香港 你和紐約、倫敦、香港 那條3T和現在這條3T 真是 老老實實 我們做人是很現實的 香港人是很現實的 你不要跟我說耶穌愛不愛國 這些是廢話 頭等就是頭等 三等就是三等 沒有辦法 以往你去連卡佛 去買東西 去購物 去購物 現在你去什麼 華豐百貨 這樣沒有辦法 不是華豐百貨 華豐國貨 是華豐國貨 百貨高級過國貨 幾十年來 我們去榮安百貨 大縣百貨 是比較好 貴一點的 中國國貨 新中華國貨 一走進去 聞到藥材味 然後那些玩具部 服裝部 特別老土 大縣不大 應該叫做百貨公司 香港一直都有這個階級分野 你不會聽到有人說 去華豐百貨購物 沒有 華豐國貨 華豐國貨購物 沒有 沒錯 一向我們小時候三四歲已經知道 叫父母做父母 一定是住半山的 叫父母做父母 一定是住廉宗屋 叫父母做爹娘 更慘 紛紛到九龍城寨 三級制 是蓬寶寶 那些 是蓬寶寶 是吧 是吧 袁紹輝 一個五歲 一個三歲 那些回來說 媽媽 爹 香港是很厲害 很狠狠的 一樣 現在百貨業 又跌 以前香港 幾何時 就是蘇高 蘇高 蘇高對面的店舖多少 全世界最貴 那三角呢 現在我不知道 是的 那條斑馬線 東角道 東角道 黃金廣場 黃金廣場 一直對著稀臣 那條馬路是貴過東京涉谷 那條十字路口 現在你看看涉谷 你看看那裡 吹什麼水 吹水沒有用 吹水不能當飯吃 然後你就跟著想一些糞便 在中學那裡推行 學習習近平思想 你最要學習的習近平七一 下來的那個講話 是叫你香港 是跟回普通法 知不知 對不對 習近平沒有叫你 是敗家 或者他的做法 是會令到你真是敗家 但是他沒有叫你這樣做 人家大陸那些學習 是這個 口心不疑 意思是說 大家是會做的 你現在香港就是真做 是不是 人家是假做 本來香港消費零售 就是因為他假期多 有端午 有重陽 有中秋 接著外國人那邊 有萬聖節 有聖誕節 本來是一個優勢 現在全部變劣勢 越是多長週末 越是多公眾假期 越是華陽雜柱的文化節 越多 那個零售越出越越緊要 原來個個都走上去大陸 所以哪個仆街陷家產 是槍盜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那個應該拉出去打靶 對不對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 好請記得按LIKE 下一集再見 《風雲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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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谷》 拜清德蕭美琴的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願意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 那裡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是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轉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不是覺得和劉正和楊振力 有某種的類型 公公敬敬一刻送金融上車 跟隔壁那幾個社長做 剛才聽到茶山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押著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席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後面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做一個秦代呂不諱的角色 這個很明顯 奇負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文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 找你做光明鼎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世良 接著劉世良 跟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 這幫人我不會 梁啟智未到 黃慧倫 黃慧倫 這幫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傢伙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會 和陶生爆sir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哥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兩年以來 對風雲谷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